我因膀胱过于膨胀,导致功能调节失常穿越到修仙界 好在觉醒收徒最高万倍反馈系的 弟子们不但各个貌美如花,而且还是红色气韵加深 可是官们居然恨不得把我抽筋扒皮 上辈子我到底做了什么孽啊 此刻我正在剑宗御剑飞行 玉树临风的我引得下方一众美女弟子尖叫 五长老你去干什么呀 我邪魅一笑,收徒弟去了 这些肃浅的人只看到我的帅 明理我实力也超酷的好吗 可是系统提示,居然是红色气韵之子 系统还是第一次给我推荐这么牛逼的人 不枉我狗到现在,果然给我憋了个大 随后我打开系统人物介绍 居然是SF2,最重要的还是爵士卢底 啊呸,我所追求的可是纯洁无瑕的男女师徒之情 系统误我呀,这货哥这叠道了 就差把天之交女晕在脸上了 不,唯师我来了 而此刻我美女徒弟居然被一个光头男压在身下 就在光头男御行不轨之事的时候 我这个老六出现不讲武德来的偷袭 英雄就没怎么能缺少得了我这个帅哥呢 妹子我见你父母已是,家宅敬魂 无乃剑宗武长老,苏北 你可愿归入仙门,拜我为师 他竟然是剑宗仙门苏北 怎么思考如此之久 你若不愿意你我就原禁于此 浅示一下激将法,可不能真给他放了 毕竟如此顶级天赋的独立出现 我还怕系统不给我好奖励吗 随后妹子露出阴险的表情 我愿意加入剑宗,拜您为师 师尊戴上 乌尔肖若勤拜见师尊 虽然高冷了点 但是还挺尊师重道的吗 随后系统奖励了我一次全能十连 这才是身为主角待有的配置 可下一秒我便一脸飞线待在原地 气韵之子就给我这 难道是我抽卡的方式不对 不然系统于是 恭喜宿主获得传说级奖励 侯弦,天定之子 恭喜宿主幸运值已经达到上限 还是你上岛 这才对吗 好了 先和维师回宗门吧 日后学成 维师亲自陪你报今日之仇 否则你既然入了仙门 那维师便有些事需要你记住 仙道茫茫 须脚踏实地 不要妄想天上掉线 也没有那么多的英雄出头的机会 可以让你碰上 然而下一秒我便被光速打脸 维师的意思是说 即使天赋异比 但也没有那么多绝世功法能被你碰到 哈哈 我胡汉三居然拿到了降龙十八万张 我丢 居然又被打脸了 总之修仙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 不论你实力多高 命气多好 但最重要的一定要给维师活着 弟子明白了 感谢师尊今日的救命之恩 日后我一定请家修行 不错不错 如此可教义 以后你就是我建宗不建宗的清传弟子 建宗我终于又回来了 这一世我一定要将送你苏北归心 穿越到修仙界成为无数妹子心中的爵士帅哥 就连我的师姐都对我爱慕已久 没办法谁让哥是修仙界的颜值天花板 此刻的我已经带着我的徒儿回到了建宗 独长老 大长老喊你去开会 于是我一个急杀便停了下来 告诉大长老我这就过来 你先随为师配剑回不见风 师尊开王会就回来 好的那师尊 早点回来我等你了 奇怪这个苏北怎么和前世的黑脸大魔王不一样 对了 桌角好像垫了本面器功法 你先看着 记住千万不要碰为师放在桌上的瓶子 而我回建宗就被一众女弟子包围 没办法谁让哥太帅呢 随后我便打开系统查看我的属性有没有变化 说好的收徒万倍反馈 毛线变化都没有 开始以为是个角色扮演系统 没想到居然是个养成类系统 一个月以前 因为憋尿导致膀胀炸裂 穿越到修仙界成为剑宗吴长老 不但实力逆天而且俱美无双 还觉醒了收徒万倍反馈系统 本以为从此要走上人生巅峰 可现在才发现这系统真是个大片子 而就在此时身后突然有人叫我 小北北你终于回来了 原来是大长老文人平心 大世界我要窒息了 二长老习轻一此时说道 还请大长老注意点明晓 哼 老封剑 小北北小时候换尿布都是我换的 他身上的零件我那个没见过 看看你们像什么样 堂堂剑宗大长老居然用胸寸吴长老的脸 而堂堂吴长老居然成日迷醉在女弟子中 还有老六女 身为剑宗六长老居然是个九盟子 你们好意思吗 六长老君无邪缓缓睁开双眼 五师兄你母努力啊 你看看我都已经反须前期了 话音刚落 哼的一声就被二长老踩在脚下 反须前期你很骄傲吗 我们可是九八五宗门 哪有九八五宗门长老修为在反须中期以下的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剑宗长老都很和睦 不像其他宗门勾心斗角的 好了 言归正传 我们来说说本届招新大会的事情 每五十年一次的新生招纳大会 真是想啥来啥 难道系统还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本次大会的负责人肯定要实力强大 而且要有很多的时间来组织招新 最后口才一定要好 不然好苗子都被其他宗门的人抢光了 那师妹我就不推诿了 在座的人可能也就只有本尊有这个实力负责我们剑宗的招新大会了 正好可以借助此次招新扩大我最剑宗的实力 到时候恐怕下任宗主就只有我可以胜任了 可就在此时我大师姐居然推荐我来负责此次招新大会 翻页成为俊美无双剑宗五长老的我 刚给新收的女徒弟换上新皮肤之后 可下一条女徒弟竟然想送我归西 究竟是遭了哪门自灭呀 此刻的鸡哥正要对我的女徒弟进行交流的时候 我走了进来 你们关系相处的不错吗 等等你想对我的弟子干什么 我只是想帮你照顾他而已 我擦老子给六师弟酿的毛子居然都让这小妮子喝了 真是败家呀 而鸡哥也借机开溜了 要不是老子看你会做点家务 早把你这只鸡顿了补身着 我看着喝醉的萧若晴 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家破人亡的他还差点被光头和鸡哥交流 不过好在自己气运加深 还有个我这么运数临风 修为高深的帅哥师尊 这可能就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就在我给徒弟穿白丝的时候 他嘴里居然说着师尊你怎么还不死啊 正在我疑惑的时候 六师弟突然推门进入 师兄你房间怎么这么大的酒味 是不是在偷偷地喝酒 此刻的六师弟呆若目击地站在原地 随后立即转身离开 既然师兄在办大事 那小弟我一分钟之后再过来 师弟别走 你误会我了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你才一分钟 老子是猛男好不好 此时我和老六坐在院中 老六看着被喝完的美酒都要哭出来了 这酒不是重点好吗 重点是我的证人君子的形象啊 此时酒醒的萧若勤缓缓睁开双眼 我这究竟是怎么了 怎么感觉哪里好像不对劲呢 这个像兔子又像袜子的东西 难道是那个魔头被我穿上的 这难道是剑宗最新的弟子装束 这个魔头肯定发现了我偷喝他的佳酿 要想个办法不然以后有我受的 非非非 有办法 不久萧若勤也来到院中 师尊您回来了 快尝尝我给您炖的十全大补汤 我一脸害羞 这个女徒弟果然没白收啊 还挺尊师重道的 被我的糖一炮弹蒙蔽了吧 汤里还有好料等着你 我看着最新换装之后的肖若勤 竟也不由得脸红了起来 师尊快来享用我给您炖的汤吧 而我看到这碗汤的时候发现 碗里的汤居然放了用来治疗猪便秘的歇药 难道是这妮子放错调料了 可就在此时 老六这家伙居然端起这个十全大补汤就干了 这竟然是已经修炼成精的凤语鸡 师兄你的小生活可以啊 居然拿这种神机煲汤 可下一男老六的肚子就咕噜噜噜噜的叫了 师兄这趟的后劲真大呀 别看身为剑宗五长老的我 但实力却是最拉胯的 可这丝毫不影响我在师妹们心中的形象 没办法是让割装了一首好逼呢 此刻的肖若勤正在身穿女服装 用手中的空气清新寂静化六长老的驴器带 就在此时突然发现床脚垫了一本书 这居然是剑宗不传之力的见点 一定是那魔头怕我发现才将这等密集藏在这里 这下只要没日没夜修炼 超过魔头指可待了 此刻我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将这本拿来变床脚的草指拿了过来 快点放回去不然睡觉的时候 床又来回晃了 想报仇是好事 但这么普通的功法怎么行呢 师尊 这可是剑宗立法呀 怎么会普通呢 那又怎样呢 唐剑阁里有的是比剑点更好的功法 师尊 帮我去唐剑阁看看有没有适合托儿的功法 可可可 小意思 唯试本就要传你功法 自然要最好的 师尊果然是天底下最好的师尊 此刻我来到藏剑阁 师兄来此愈合 来剑阁当然是选秘境 两年前师兄所说 平手中草和掌万千星辰的境界 我至今未能参悟 既然今日得见师兄 那还请师兄明示 我那还不是嫌你凡瞎说的 此刻的我依旧面不改色装逼的说道 师妹你真的不懂吗 你太令为兄失望了 师兄 恕师妹愚钝 的确不懂 还请师兄指点一二 既如此 师妹身为剑修 可知何为剑道 师妹以为 剑道无极 无极之剑 可破万法 人既是剑 剑便是人 连剑合一 至剑则无敌 化身为剑 八长老不愧是星辰剑先 善无缺啊 而此刻的我随便装逼的迎试一手 不行 这些逼装出去真的缘不回来 既然如此 剑来 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 天下万事 一剑之事 一剑抚平天下不平事 一剑无愧天下有退人 这便是剑道 我苏北院世间星辰剑事 人人皆可一剑斩天 一剑天 天下见来 而我的这番表演 竟然收获了八师妹的芳心 你脸红的泡泡茶壶啊 师兄说的没错 我也要像师兄那样 见来 八长老竟然直接踏入练须中期 五长老一语惊喜梦中人 如此手段怎么能区区化神呢 起码已经合到巅峰了 装了逼就跑 真刺激啊 还是先挑一本功法给托儿吧 主角必须修炼功法 好大的口气 不过能进来藏剑阁 肯定不一般 就决定是你了 我擦高冷师妹爱上我 要不要偷偷看看呢 但我怎么感觉有人监视我呢 不过这里好像只有我和首格的高冷之花九师妹 算了 先回去再说 改日偷偷来看 九师妹走到我刚才寻找秘籍的地方 高冷师妹爱上我 想不到修仙界第一深情的五师兄居然想攻略我 为什么我刚收的你徒弟想要无时无刻地送我归西呢 只因前世的苏北不仅将肖若情当作如鲁 而且还挖起到不以作己用 上一世用那些杂书打发我 这次我一定要直接修炼剑底 绝死那个大魔头 此刻的我回到屋中 不过 快看维师给你准备的大宝贝 师尊出手果然手道青睐 秦儿可是一直等着师尊呢 就是他 主角必须修炼功法 师尊上面不是写着如果气韵不佳 道心不坚会死 我黑黑一笑 你难道还不相信维师吗 维师怎么会害你了 只见肖若情一脸飞线 好处 当初为了救我无非不是将我当作你道业的垫脚石 为了突破 把我当作炉顶日夜折磨 不仅如此还将我盗补挖下 这就是你所谓的不会害我 不然这剑底围是不是让你把他变床脚吗 还拿着他做什么不然晚上床会晃呢 肖若情转头露出阴狠的表情 奇怪这个想杀人的眼神是怎么回事 对了 一定是想要我教他功法为家人报仇 是不是想家了 好好练功 以后不见风就是你的家 好了师尊 我一定好好练功 然后送你归西 为师月变藏剑阁无数点击方才找到这一本绝世神功 千万要珍惜啊 没有身为气韵之子的自信 便放弃本书吧 难道是我重生的事情被发现了 不行 得套一套他的话 师尊 这本书好奇怪啊 你觉得我是主角和天灵之子吗 当然了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呀 自信点 为师现在为你灌点 仔细感受气流的游动 师尊 不要啊 突尔好痛苦啊 而就在此时巴师妹突然出现 当他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直接爆发 师兄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你们居然在这里干这种事情 我赶忙解释道 仙人俯卧底 结发受长生 这不是在给徒儿灌顶吗 有什么不对劲 看看你徒儿那个表情 像是在灌顶了吗 算了 其实师妹此番前来是来感谢你的 小意思了 师兄莫要谦虚 若非这几句话 师妹不知何时才能踏入炼虚境 奇怪能指点炼虚的起码要合到巅峰 难道这大魔头隐藏了修为 师兄我看师之那裤子很是不错呀 此乃为兄用冰残四 让可以制成这样贴身的裤子 不但轻便 而且还能多耐受50%攻速暴击 实在是利人利己 那师兄可还有吗 师妹也想要这样的裤子 本打算这条留给自己穿的 既然师妹想要那就送你了 多谢师兄 我这就换上 看看体验如何 师兄 这裤子好舒服啊 穿的这个裤子是不是就不用穿裙子 师妹 真是给力啊 随随便便参加一场剑宗的内部会议 就引来姐妹间的争生吃醋 果然帅哥无时无刻都会被妹子们迷恋 看到八师妹如此给力 我瞬间喷血以表敬意 但为了防止走光 为兄还是找一套合适你的衣服 随后八师妹便换上了 我给她的无双剑精女校长皮肤 师妹你可知道何为剑心 剑心 便是剑之心眼 未剑无双 一往无前 执剑者当有锐利的剑 锐利的掩制信念 要敢于挑战 八师妹满眼崇拜的看着我 低调 低调 对了当才你说大师姐要给我什么来着 随后我打开来信 由于宗门精最紧张 需要我筹办方解决精最问题 呦 这都什么人啊 但为了剑宗大业为了大师姐 纵然生死到销 我也会一往无前 师兄算了吧 山下那家灌汤包店 已经二十年没见过师姐的钱 长什么样了 我是真傻 我只知道大师姐抠门 但没想到抠成这个样子 人家都是用修缮加步骤底战 现在那家店的防御比 咱们剑宗都强 师兄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一直盯着人家看 为兄只是想吃灌汤包了 师姐每次都吃什么馅的 应该是猪肉馅的吧 老板怎么可能给他吃蟹黄的呢 猪肉馅 有了 把我不见封后山的仙猪 做成小笼包经费不就有了吗 而此刻的萧若勤 当看到主角必须修炼功法上的内容 直接爆发 好你的大魔头居然敢修辱我 待我剑领修炼完成 定要把你碎尸万段送你归西 乖徒儿 先别亮 去后山数数有几头仙猪 那不是祖坟的地方吗 苏北居然要在历代长老的祖坟里咬猪 对了 天马上飞了 记得带个火把照明 古坟 火把 师尊和我经验不把你风风火火的 送进面地牙终身毁过 剑宗内部会议已经开始 九师妹突然发现 这就是五师兄倒不出来的衣服吗 可恶 那裤子看着好舒服 为什么我没有啊 师兄你真是偏心啊 姐姐的身上现在都是五师兄的味道 看现在姐姐眼中一脸崇拜的模样 好像已经完全沦陷了 妹妹这个表情肯定是佩服我为师兄仗义直言吧 八师妹刚说的不错 招心大会就是剑宗重回巅峰的机会 此时二师姐突然质疑我的能力 我告诉他虽千万人 无往已 可是五师弟你有钱吗 就你那小生活过的还拿凤云鸡这般神物煲汤 怕是不见风的资金早都被你挥霍完了吧 师弟 听姐一句劝 这招心大会你把握不住的 不如交给姐姐来筹备 而且师姐 五师弟如今还在画神器这样的境界会被外人嘲笑的 这么说师妹你很有把握吗 在我治理下 欣欣向荣的最见风便是最好的证明 真是好笑 吹牛都不打草稿 就在我和二师姐争论的时候 六师弟突然说道 师兄 你的炼丹术堪称出神入化呀 我一脸疑惑 我没有炼丹啊 那不见风那么厚的青烟 不是炼丹那又是在干什么呢 一直想送我归西的女徒弟又开始搞事情 这次居然把不见风的祖坟给点了 就在建风会议火热进行的时候 一名弟子突然禀报 说我不见风祖坟冒起了青烟 师弟 你是怎么搞的 自己的山头都看不好 只见一腿香味传到了老六的鼻中 不会错的 是烤乳猪 下酒菜正在召唤我 听到陶乳猪三个字 我顿赶不妙直接向不见风飞去 我的猪啊 这活可别把老子的仙猪都烧坏了 此刻的不见风祖坟 已经被我的好徒弟烧得不成样子 肖又请赶到找了个地方祖坟 坐等我被发落 而我终究是晚了一步 我的猪啊 我的钱啊 一堂的老六倒是吃得津津有味 小北北原来你的小金库这么发达呀 苏北 你竟敢拿祖坟来养猪 真是欺世灭祖 我的养猪大忌 我的启动资金 我是真傻呀 要是没给徒弟预备火把 就不会直接破产了 师兄你要数猪就找我吗 我肯定一头都落不下 是一头都剩不下吧 这么说来 数猪的人和放火的人 恐怕脱不开关系 小北北 你的徒弟呢 看样子大长老 好像打算让我背波呀 还是静观其变吧 我看着我行走的五万两抱头大哭 此时二师姐开始向我发难 不见风祖坟被毁乃是大罪 区区几头仙猪就想闪烁其词 无论你如何辩解 练币牙上五十年一天也少不了 八师妹赶忙挡在我的前面为我解释 五师兄一直在指点我 不过去了一趟 一时听祖坟就着火 不光穿着师兄给的衣服 还被师兄指点剑术 姐姐 不把你们分摊 我怎么会有机会呢 只见九师妹一正言辞地说道 烧祖坟 大罪 无论是谁 不可饶恕 按理应尽练币牙 妹妹 大师姐还没问完话呢 你这样对五师兄不好吧 此时二师姐又来添油加醋 还说就算是我的徒弟所为 我心里一直默念我可不能认罪 要不然就真的帮不了我了 而九师妹想的却是自己也烧个祖坟 这样就可以和我关在一起生孩子 二师姐步步紧逼 苏北还不快快交代那个女弟子到底是何人 开什么玩笑 老子这辈子就指着徒弟薅羊毛呢 怎么可能让他去面壁啊 而且这外家玩意儿可是气韵之子 他做什么必定有他的意义 师尊啊 师尊 上次那个鸡汤没能让你栽根头 突然就不信这次烧祖坟你还能蒙混过去 师尊你终究还是输给我了 你见过有在祖坟里抱装备的吗 今天苏北就来给大家上演一场祖坟里面抱装备 此刻呢我手指不见封祖坟 这场火就是本尊让徒弟放的 我将二师姐眼神阴沉 苏北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 我看着系统奖励装逼的说道 没错就是本尊 你们要为难就为难我 休要再为难我那乖徒弟 不过 诸位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要烧祖坟吗 二师姐一脸不屑 你就不要再故弄玄虚了 现在谁也就不了你了 而我并没理会 只是将灵气输送到祖坟内 而就在此时 老六突然发现 这祖坟好像要炸了 下一条祖坟便直接爆炸 随后众人的配件都漂浮在了空中 老六嚎啕大哭 我的猪腿 你又不是剑你飞什么呀 躲在石头后面的萧若琴一脸不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祖坟爆炸会引起所有长老配件的供应 随后我便讨面咒语 给大家展示了一波分精定学之术 一阵爆炸过后 众人都无不吃惊地看向我 于是我缓缓说道 让这个理由够不够 其实我内心慌的一批 还好这次系统比较靠谱 要不然我真的要在面壁安详晚年了 除了二师姐 其他师姐师妹们 无不对我投来崇拜的目光 原来师兄是为了清平剑才烧的祖坟了 真是帅死了 我一脸嚣张地看向二师姐 谁有罪 犯了烧祖坟之大罪 赶问二师姐 要去面壁牙住几年了 大师姐赶忙过来为我开脱 能够得到清平剑 就是把不见风炸了都不为过 只要清平剑在手 我剑宗便能重回往日巅峰 而就在此时我的乖徒弟也出现了 或者说着是因为衣服被烧坏了 才不赶出来 死后将身上的披风给他披上 不必多言 你说什么师尊都信你 谁让你是我的乖徒弟呢 萧若勤一脸深情地看着我 为什么师尊这一世变得如此温柔 等等 我不相信 他一定是装的 我才不会再上当了 可二师姐依旧没有上罢甘休 虽说找到清平剑是大公一剑 但你既然早就知道剑宗至宝在此 百年前 我发现自己如何修炼灵器都与我无缘 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放弃自己 仍然日夜修炼 一百年河东 一百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八师妹此事突然打断我 师兄 这可找到清平剑有关吗 还有就是你怎么知道要用火烧的方法才行呢 师妹 这是师兄不愿提及的秘密 只能自己独自品味 就像这把清平剑在这里孤独地屹立了百年 一场由苏北掀起的祖坟寻宝之旅正式开启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老六 真的是脑回路奇葩呀 此刻的大师姐一把将我推开 打算拔出不见风祖坟的清平剑 可大师姐用出浑身的力气都丝毫没有撼动清平剑 而躺在一旁的老六心里想的却是 不见风的祖坟能报剑 爷的山峰肯定也能报剑 我可真是的大聪明啊 此时的大师姐已经放弃了 看来此等神剑也就只有师父那老人家有资格拔起来 二师姐看着清平剑 要是此等宝剑能插在最剑峰该有过好啊 三千最剑峰弟子祭祖 清平建立于碑前 那是何等荣耀啊 就在此时最剑峰弟子急忙跑来比划 六长老也不知道是抽个哪门子疯 去最剑峰烧祖文去 听到此话 二师姐赶忙就向最剑峰飞去 老六你这个小兔崽子活腻为了事吧 你小子在干什么 赶快给老娘助手 只见老六潇洒地转身说道 师姐见踪风水最好的就是最剑峰了 不见风有清平剑 最剑峰肯定有绝世之宝 今日看我将宝物给你烧出来 呵斥老六让其赶快停下 说二师姐突然躺在了老六的前面 并说这一切都是他让老六这么做的 还说下面定有宝贝 老六看到有二师姐给他撑腰 瞬间火力全开 出来吧 大宝剑 可下一秒众人都傻了眼 还宝贝呢 连个屁都没有 大师姐一脸气愤地说道 习清一 君无邪 你们两个白痴给我去面地啊好好反省 此刻的我正躺在凉亭之中 训斥着我内乖足地 你这丫头才来建宗两天就给我闯下如此大火 要是再过几年是不是还想送我这个师尊归西啊 此刻的萧若勤内心慌的一批 苏北这个大魔头怎么知道我一直想送他归西呢 看来今天他要向我摊牌了 可就在萧若勤瞎想的时候 一根手指放在了他的嘴唇处 我的傻不变 你怎么坐在地上啊 为师刚给你定制的铺子都被你给弄破了 真是可惜啊 好在为师给你定制了好多 这就给你换上 此刻的萧若勤内心十分挣扎 难道你忘记上一世他是怎么对你的吗 真是没出息啊 随后萧若勤娇滴滴的说道 多谢师尊 你就别在这给我卖忙了 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以后有机会为师在教训你 好好养伤 今天你就先在草堂休息吧 为师去猪圈对付一些 苏北 即便你对我怎么好都不会让我改变我面心的想法 这一事我必将送你归西 两个姐妹花居然同时喜欢上了苏北 姐姐姐的超绝 甜美可爱 妹妹表面高冷 内心狂热 夜晚八十妹穿着无双剑机的皮肤前来向我挑战 可下一秒便向我撒起了胶 师兄白天号令猪剑的情景莉莉在目 希望师兄传授一二 我装逼的说道 确实差了点味道 既然师妹喜欢 那我就再演示一番吧 随后我便顺手拔起了旁边的剑 给八十妹表演了一下我的太极剑 随后我便问师妹可记住了刚才的剑 师妹小声的说道 只记住了一点点 师妹虽然平常有点憨憨 但对剑法堪称过目不忘 难道说 随后八十妹唯唯诺诺的说道 师兄刚才的剑法我现在全忘了 我告诉他 此套剑法看来你已经得到全部精神 现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师兄 你明明能拔得出来蜻蜓剑 为何白天却不肯试人呢 我刚才只不过是顺手拔了一把剑 刚才我居然拔出了蜻蜓剑 难道说终于要到了我的高光时刻了吗 我本打算再给师妹表演一下 我是如何拔出蜻蜓剑的 可惜现在蜻蜓剑却纹丝不动 此刻的我一脸尴尬 师妹你有所不知 这等神物肯定已经有了灵智 让师兄先与他沟通沟通 过了一会儿 我便告诉师妹 这个蜻蜓剑有了自己的想法 他已经睡觉了 八师妹一脸不解 剑也会睡觉 我告诉他有谁像我们这样 大半夜不睡觉起来练剑的 而就在此时 居然有人向我们这个方向飞来 八师妹说来人好像是妹妹的气息 正要打招呼的八师妹就被我给拦了下 并嘱咐让他先去猪圈里躲一下 师兄你只不过是在教我修炼 为何如此紧张 孤男寡女 要是被他姐姐知道 还不将我一顿暴打呀 我于是说 现在正是修炼剑心的要紧时刻 最急他人打扰 你赶紧收紧名气 可不要被九师妹给发现了 随后八师妹便按照我的 只是藏进了草堆 而此刻的九师妹 留着哈喇子就向我这边飞来 今天师兄终于落单了 到时我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飞飞飞飞 可他刚走了过来 便闻到了女人的味道 而且这个味道更像是姐姐了 就在此时 我一脸深情地出现在九师妹的面前 汉德九师妹心中小鹿乱撞 我师兄真不愧是真男人 白天为徒弟扛罪 晚上独自忍受孤独 想不到师兄已经寂寞到 对着朱镇淫尸了 等等 不对劲 师兄大半夜对着朱镇淫尸 一定有古怪 我看向九师妹 问他半夜为何会出现在不见风 只见师妹冰冷地回答道 赏月而已 怎么师兄的不见风我还不能来了 平时各种瞧不上午 现在半夜偷偷过来 还不是为了看轻贫见吗 但我可是有格局的男人 怎么会计较这些呢 师兄真是讨厌 居然和别人一起玩耍 谁能想到不见风的朱镇 居然成了姐妹花之间的修罗场 没办法谁让师姐师妹 都对我爱慕不已呢 我也想低调可惜 颜值不允许 九师妹忽然发现地面上 竟然有别人的脚印 你赶忙一声大喝 告诉九师妹 是师兄刚领悟了一种身份 需要时刻飘动脚步 才能对过紧要关头 师兄真是奇怪 这不就是扎马布吗 还有他脚下怎么会有戒指 此刻九师妹也感受到了 戒指上的气息向气跑 我内心慌的一批 这戒指上还残留着 八师妹练功的气息 绝不能被他发现 只见我快速将戒指 收回用期挠了挠后背 九师妹天色已晚 师兄也有些困了 准备休息去 九师妹平静地说道 师兄请便 今日不见风月色正好 我就在此赏月 困了我就在这草堆上休息了 我赶忙将九师妹拦下 我见踪如此高冷的 九师妹怎么能睡在草堆上呢 师妹还是去我的草堂休息吧 看师兄紧张的表情 还有刚才被我发现的戒指 这草堆我睡定了 随后九师妹变一个跨越 向着草堆冲去 只见我一个闪现率先 躺在了草堆上面 师兄你怎么流了这么多汗 还是去舒适的地方休息去 此刻的我一脸尴尬 看来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要是被他知道我肯定完蛋了 看来不能坐以待毙 据说这种高冷美女 最讨厌碰臭男人了 随后我便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 师妹说的对啊 既然如此为凶是该休息 九师妹脸颊烦 师兄啊 你的演技好差呀 我等你扑过来 可就在此时我一步流神就要摔倒 只见九师妹一个滑铲就向我飞来 而我也恰巧倒在了九师妹的怀里 我终于躺在了师兄怀里了 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好了 可就在此时大师姐居然也向我这边飞来 我一脸无语 大家晚上都不休息的吗 都来找我干什么 现在都够凑一桌麻将了 大师姐怎么也来了 难道他也对师兄感兴趣吗 要是他不来 说不定刚才师兄就被我拿下了 但是头可断 血可流 高冷的人设不能丢 还是赶快先躲起来吧 于是九师妹趁我一个不流神就钻进了草堆中 此刻的我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我到底是做了哪门子孽啊 居然让我摊上了这么两个姐妹花 九师妹一脸气愤 想不到和五师兄约会的竟然是你 快说大晚上来这里做什么 你俩背着我都做了什么 快点如实招来 可就在此时 当两人听到大师姐肉麻的声音 姐妹两人瞬间和好 红一的战线 将矛头指向了大师姐 想不到我苏北今天居然被三个女人包围了 果然太帅也是一种烦恼了 此时大师姐对我撒起了娇 我也很是头疼 师姐你注意点这样影响不好 而就在这时大师姐也发现了地上的脚印 竟然是两个人 小北北你长本事了 不对 清平剑被人拔出来过 这个人会是谁呢 要是小北北的话 白天早就拔出来当众炫耀了 现在这么低调不符合她的人设呀 于是大师姐打算用激将笔 看看是不是我拔出的清平剑 说能拔出清平剑的人要么实力强悍 大师姐说只有无我境界 才能拔出清平剑 但剑宗很怕无人能有此境界 师姐说的是啊 无我境界那可是修炼者一生都未必能踏入到的门 小北北不要这么沮丧了 我看你还是很有希望的 小北北我们还是先不说这个 大师姐有点事情想让你帮我一下 师姐 有事明直说 最近有些人想对我们剑宗不利 半个月前 剑宗有一批弟子在墨城失踪了 所以我想借此次招新的机会 让小北北帮我暗中调查一下 不知小北北可愿意 我内心一百都不愿意 可就在此时系统忽然提示 居然在墨城发现了红色的气韵之子 我直接一秒变了 师姐放心我身为剑宗长老 我义不容辞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而躲在草堆里的九师妹正在抱怨着 如果姐姐没有来 说不定早就把师兄拿下了 真是可恶啊 随后两人又在草堆里打了钱 而他们两个的打闹声也是被一旁的大师姐发现 两位师妹大晚上的为何躲在不见风的草堆里 是不是怕被师姐撞见你们来和小北北约会 八师妹连忙解释 我们只是来找师兄学习剑 师兄可厉害了 刚才还拔出了清平剑呢 没想到小北北竟然能拔出清平剑 不知道能不能给师姐掩饰一番 我一脸尴尬 我也想展示一下呀 奈何他现在不撩我呀 八师妹告诉大师姐 说我刚才和清平剑沟通的时候很吃力 可能是我不行了 这样啊 那还是算了吧 毕竟谁都有不行的时候 只见我手握清平剑 男人不能说不行 另一边的萧若琴正在努力修炼剑底 只用了一天就险些突破练气劲 我果然是修仙界中的绝世天骄了 还得再加把劲 争取早日送师尊归西 而就在萧若琴继续修炼的时候 竟然感受到了传说中的无我之境 看来这一世的21周宗门大了 我萧若琴必荣灯巅峰 郑祖无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神 女人只会影响你拔剑的速度 兄弟们要想变强 就要单身 此刻的我有点小尴尬 现在还没什么人 要不要认个所 到时候人多了这辈子都没法再度剑锋呆了 身后的八师妹看我迟迟没有动手 以为我在等大家都来了 一起参与这见证奇迹的时刻 于是便大声喊道 五师兄要拔青瓶剑了 大家快来呀 师妹你真是看热闹不闲是大呀 没过多久不见 封便为满了吃瓜弟子 大师姐连忙上前向姐妹话了解 我真能拔出青瓶剑吗 你脸到时候丢人 就在此时 前往面壁牙思过的二师姐和老六经过途中 忽然听到下方的弟子说 五长老金月要拔青瓶剑了 大家都去观摩观摩 今日我们要看看苏北凭什么能拿起青瓶剑 随后便向不见风的方向飞去 老六连忙解释 我们只是过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毕竟路过不见风打个招呼 也是很合理的嘛 大师姐问我为什么还不动手 是不是人太多紧张了 我刚要解释的时候 老六这小子突然飞了下来 绷绷闪开 我要看师兄装逼了 下一名 砰的一声 直接头部着陆给大家粉粉的磕了一个 而就在此时 二师姐又来搞事情了 居然说我是什么阿妈 不配碰见东的质宝 我一脸不爽 我实力虽然一般般 但也不是什么阿妈阿狗吧 随后二师姐又对着下方说道 青瓶剑 非大臣之力不可驾驭 苏北这种孤名教育之辈 犹如剑宗之宝 就连老六这小子都在一旁复刻 这两个人真是阴魂不散了 而就在此时 系统忽然提示 娇若勤突破练气境 领悟了一丝无我境界 我也因此获得奖励 领悟了无我大臣境界 真不愧是气韵之子啊 真是我的救星 青瓶剑也是你们都染指的 可下一脑我便直接将她打脸 青瓶一挥手 便将青瓶剑拔起 只见无数剑影都围绕在不见风的上方 看得姐妹花也是对我崇拜不已 刚突破完练气境的萧若勤 正在沾沾自喜的时候 突然发现不见风又出现了异象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于是赶忙向不见风跑来 只见此次的我手持青瓶剑 一脸嚣张的模样 今日我苏北已无我大臣之敬 请青瓶剑 她日定从镇剑宗辉煌 头竟然已经大成了 我这仇到底要怎么报啊 小北北 你究竟是怎么领悟我境界的 师姐 所谓剑之一道 最要远离的就是感情 女人只会影响拔剑的素预 兄弟们记住 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神 眼前的这名妹子就是我要找的气韵之子 没想到她居然也是带着前世记忆重生归来 不仅如此她和萧若勤一样 都在无时无刻想要送我归西 被打脸的二师姐和老六 此刻已经重新被积压 大师姐一脸气愤 将这两人赶紧压往面壁牙撕过 另一边的火车 一名高冷美女从屋中走出 梨儿 一流宗门的败业信件都在这 要去哪个宗门有你病 停梨儿剑谷 剑星体 与一身的资质 二十一周的宗门随便挑选 当女子看到剑宗的招星大会 当即就选择了剑宗 乌北 你挖我剑谷 回我剑星 如今我两世为人 定要送你归西 此刻的我正在准备外出所需的东西 师尊 我们下山要干什么去啊 我将任务清单丢给了他 还不是你一把火 让维师成为了穷光蛋 现在我们要出山拉投资了 肖若晴看着任务列表 师尊 老头子是谁啊 当然是剑宗宗主 我的师尊了 别问这些了 我们要下山了 随后肖若晴便带着大包小包打算出发 郭儿你这是要回娘家吗 师尊 秦儿已经没有家了 我连忙上前安慰 并拿出储物戒指送给他 肖若晴看着手里的储物戒指 师尊 如果你们一直都这样该有多好啊 走在路上 我告诉肖若晴不要为修炼的事情发愁 维师会想办法帮助你的 现在徒儿 帮维师解一下腰带 师尊 荒娇野外的你要干什么呀 维师当然是要给你看一个宝贝了 这就是维师为你准备的新手大礼包 怎么样维师对你好 肖若晴看着面前的苏北 潜意识我连丹药的影子都没见过 现在如此珍贵的丹药随手就给了我 苏北啊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 看着限速的系统奖励条 很多商贩都在售卖着的大宗门的招生信息 一名男子问道 有没有建宗的信息 建宗 这么垃圾的宗门 斗听了都摇头 建宗好歹也是一流宗门 我姐姐可是铁了心要去建宗的 还要拜他的偶像五长老为师 肖若晴小声的在我耳边问道 师尊 我们建宗名气这么差吗 一群凡夫俗子罢了 走我们去看看 我来到男子的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啊 男子介绍起了自己 我是墨家公子 我叫墨小强 我心里乐开了花 当下山就遇见了紫色气韵之子 就是有点可惜是个男的 小强 建宗如今不过是墨流的阴线宗门 有没有考虑去一些更好的宗门 这一定是前辈对我的考验 男子于是说道 我和姐姐都认为建宗被人低估了 而且我听说建宗五长老不仅颜值逆天 而且剑法更是举世无双 我闻言欲警 你说你还有个姐姐 没想到苏北下山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来到红阁 和如此美严动人的女子约会 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 师尊 我们是来找线索的 天色不早了 晚上还得住店呢 于是我便留给了小强一件信物 并告诉他明日同一时间同一地点 给他一份造化 随后便离开了 随后我便带着肖若勤来到了红阁门口 师尊我们来这个地方不太好吧 你把师父当成什么人了 我是要进去狠狠地批判他们 就在我们进去之时 身后居然好像有人跟踪 姑娘这地方可不是女人来的 旁边的女子说道 姑娘不用理她 有买卖干嘛不做呀 你里边请 回到家中的小强连忙向莫黎说道 姐姐 我今天碰见剑宗的长老了 证明长老很有可能就是剑宗武长老苏北 莫黎激动地询问小强 你确定是剑宗武长老苏北吗 我就是今天逛街的时候碰到的 而且苏长老还要给我一份机缘呢 我是不会把苏长老让给你了 莫黎直接将信物抢了过来 苏北 我还没去找你呢 你就自己送上门了 另一边 我刚进红阁便被一群妹子包围 没办法谁让哥不仅人帅还有钱呢 我掏出几块碎金子 让他们安排个房间 并向他们打探了一下 继约剑宗弟子失联的线索 苏长老您跟我来电视 我告诉肖若勤先去房间待着 我要去办正事 随后妹子问我这次前来准备的赎金可够 我一脸不挤 什么赎金啊 苏长老不知道吗 花魁大笔时 剑宗弟子未给宗门扬威 可惜只带了人 没带钱 即便剑宗弟子一时疏忽没带钱 红阁也不能滥用私刑吧 苏长老 你这可是冤枉我们了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玩的 我们可没动他们一根手指头 这群丢人现眼的东西 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我看着拿来的账本 我头都大了 老子养的那些仙猪 都没你们三个在这消散一块贵 我连忙让妹子带我去找他们的红阁管事 自己要和他亲自谈一下 我告诉这三名弟子 不是本长老不想救 是我也没钱啊 你们就还是在这好好搓澡还债吧 苏长老 我们红阁阁主就是新月宗宗主 宗主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 新月宗宗主与红袖真是美颜动人啊 试问哪个男子能比挡住他的诱惑呢 就连我境界大成的我也要倾平见景起 我到面前对其说道 新月宗宗主的魅术果然厉害 差一点再下就中招了 与红袖心中暗想 没想到这苏北京有如此定力 在我的魅术下居然神色不变 就本尊这魅力世间可没几个男子能挡得住了 我什么美女没见过 你还是收起你的这套把戏吧 此次前来我是代表剑宗来与新月宗谈合作的 那不知公子能代表得了剑宗吗 身为修仙界的颜值担当 不管在哪里都深受大家的喜爱 现在就连新月宗的宗主都被我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于红袖不相信连千万两黄金都拿不出来的剑宗 有什么合作的本钱 我告诉他 我有一计 只要我们两宗合作每年至少带来千万两黄金的收益 于红袖不敢想象 这可是数倍于红袖的收入啊 原来之前跟随而来的人竟然是九师妹 他找到萧若勤的原因是想将他从我身边带走 以防我俩在一起 但是这宝物就送给他了 虽然萧若勤很是心动 但想到还有其他师妹等着解救 还是拒绝了九师妹 随后九师妹说道 既然如此那只灵珠就当你拜五长老为师的礼物 但我要提醒你 你的师尊定没有理想的那么好 萧若勤看着手中的灵珠 莫非九长老已经看穿了师尊的本性 所以才对师尊一直如此恶劣 另一边我正在给于红袖讲解微博概念 于红袖提问到想法虽好 但总有人想要奋一杯羹 鱼龙混杂之时 两宗联手又有何意义呢 我告诉他只要将快报讨论度最高的整合起来 建立排行榜 也就是所谓的微博热搜 接下来就是开通会员功能 给会员一些权益 只要我们一旦稳定下来 就算有人想入局 也只是喝口谈汤 与红袖不由敢叹道 好可怕的思维啊 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有这号人物呢 不知得主考虑的怎么样了 苏长老真是商业鬼台啊 此事一程 何止千万黄金 苏长老就不怕我把你给挡 再照搬你的构思去做吗 剑宗武长老 你到底是在虚张声势 还是在伴猪吃老虎呢 而刚刚离开的九师妹正在暗自窃喜 刚才那招离剑气真是完美 可就在此时 他突然感受到两股恐怖的气势 其中有一道竟然是蜻蜓剑的剑气 不好 肯定是师兄有奈 师兄坚持住 我这就来救你 于宗主刚才的话 我就当你在和我开玩笑了 苏长老如果说 我刚才不是在开玩笑呢 毕竟我只需一指就能送你归西 老子会怕的 谁让我有个气韵之子呢 而且就在刚才我徒弟又突破了 于宏秀不解 这家伙到底哪来的自信呢 随后我一把搂住于宏秀 你不是想知道我到底是哪里来的自信吗 那今日我就让你看一下 只见我掏出河道巅峰75分钟体验它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眼前这名身材妖娆的妹子 上一秒还打算将我给赶了 可现在竟完全被我拿捏了 有时候我也想逼掉 耐合我的颜值不允许 此刻的我散发出河道巅峰的气息 于宏秀不敢相信 才500岁就已经是河道巅峰了 这绝对不可能 于宗主不用惊讶 我这人向来喜欢低调 此刻的于宏秀已经完全沦陷 连忙报警我 打算对我用美人计 可这点小把戏我又怎会不知呢 于是我化身仙界第一身心 不断在感情之中相互拉扯 最终于宏秀同意了和剑宗的合作 随后拿出星月令 凭此物可享有星月宗一切资源 剑令如剑宗主 于宏秀撒娇地说道 这星月令只属于我 与剑宗无关 我心中不有感慨 这女子当真有魄力 既然如此这令牌我就收下了 还要劳烦于姐姐准备一百万两黄金 这点小事就交给姐姐 比上往来 那弟弟也送姐姐一件东西吧 我还有事 那就先行告辞了 于宏秀看着手上的礼物 好像是袜子但又有点长 看来弟弟身上的好东西还真不少了 而这一幕恰巧也被门后的九师妹看见 九师妹问道 不至于宗主和我师兄到底是什么关系 善仙子 我们的关系 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我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 二人也是一言不合就开淡 为了我大大出手 九师妹最终不敌还是败下阵了 于宏秀还不忘对其一顿嘲讽 也不照照镜子 苏北怎么会喜欢你这种蛮横的家伙 而这句话也深深地打击到了九师妹的心 不由地掉下了眼泪 师兄怎么可能会这么看我 我不相信 我要找师兄问得清楚 刚要敲门进入的九师妹 就听到了我和肖若琴正在讨论 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我眼中九师妹出自禁止 闻闻而言 还是当年那个要为师 为她摇一束桃花的小女孩 想不到师兄连这些小事都记得 师兄真的好温柔啊 星月妖女 这仇今日我记下了 此刻我沾沾自喜 先借第一深情启示浪得虚名 好了 还是先随为师一起去解救宗门弟子吧 很快我便将宗门内的弟子全部解救出来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建宗弟子 议论道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宗门团建来这了 就到我从红阁出来的时候 新的气韵之子终于出现 墨城 墨家 墨黎 见过建宗苏长老 两个女徒弟都想送我归西 而我却还被傻傻地蒙在鼓里 我真的是太难了 此时的墨家姐妹正在对我溜须开马 端长而来的墨黎一个不小心就要摔倒 我一脸猛逼 左脚半右脚是什么操作呀 还好我眼急腿快 还没有被烫荡 墨黎连忙道歉 我告诉她小意思 谁都有狡猾的时候 苏长老 你等等我这里有指 可在墨黎翻着指的时候 一柄小刀向着我的下面飞了 好在都练过灵犀意志 要不然就变成公共了 萧若勤说道 师尊你的手好像流血了 我一脸飞线 我严重怀疑你是故意的 墨黎委屈地解释 说这匕首是她用来防身的 而且上面还涂了河欢散 我一脸无语 匕首涂毒防身我还能理解 你涂这个药是什么鬼 生怕自己跑不掉吗 但身为剑宗长老的我又怎会和她记讲 而且她还是我的气韵之体啊 我问墨黎听说你对剑宗很是向往 墨黎当即回答 她自小与剑结缘 似乎这辈子都是为剑而生 此次招新的第一志愿就是剑宗 听到此话 小强当即不爽 好你跟墨黎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讲武德 大庭广众之下与苏长老炮进去 我才是那个注定与剑作伴之人 下一秒小强便被墨黎暴揍了一顿 还说要有礼物送我 我告诉他这礼物就不用掏了 毕竟拿人家手短 旁边的萧若勤看着我和墨黎没来演去 心中暗想一定要保护师妹 于是打断了我和墨黎的谈话 此刻的萧若勤和墨黎心中暗自发誓 一定要就双方于水火之中 早日送我归西 就在此时吴华雀的弟子 正在吹嘘这此次招新的成果 当看到剑宗弟子便对其一顿吵合 剑宗弟子也不甘示弱 说他们这是群健一连三西都坚持不了家 吴华雀弟子却说 别说那些没用 每年你们招新不是垫底也就在这能拨过嘴翼 我剑宗今年招新此次不可能垫底 今年的总负责人可是我们的剑宗武长老 此时吴华雀的长老说道 据老夫所知 那剑宗苏北修炼百年仍是化神中期 就这实力老夫我一巴掌就能扇飞 就你们剑宗真是丢我们这一流宗门的脸 为我解救的剑宗弟子对其大喝道 虚虚恋续也敢在我们苏长老面前狂吠 我告诉你们 你口中那个战武渣渣 只须一剑就能镇压你们这帮吴华雀的废物 面对吴华雀长老的挑衅 根本不用我这个剑宗武长老动手 不知我的小师妹略微出手就能将他吊打 面对吴华雀长老的挑衅 我翘着二郎腿一点不为所动 就连吴华雀的长老都动摇了 当位的面子还指着我说道 苏长老 你剑宗弟子口口声声说你能镇压罗某 现在可敢一战 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 别到时候说我以大气息 身后的弟子叫嚣着 来啊 谁怕谁 就在此时一股剑气突然冲着吴华雀长老袭来 林海剑仙 你竟然突破了练须中期了 两人的对战也是十分激烈 突然一股剑气变向我袭来 差一点就误伤到我 而我却一脸猛逼 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过去 看到我如此淡定 九师妹心中暗自发誓 总有一天要让我明白她对我的心意 而她绝对不能容忍唐人诋毁我 师兄以后将由我来守护 此时的吴华雀长老荒的一批 练须中期就能沟通天地灵气 这怎么可能啊 九师妹质问着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吴华雀算什么 而当才的要效正在发挥作用 看来的全力催动我境界才行 旁边看戏的其他宗门弟子 也被我的气度所得服 而反观吴华雀的那个长老看似很牛 但涵养和格局都和我差了一大截 苏长老 剑宗弟子说你能一见镇压罗蒙 现在却躲在女人的后面 连个屁都不敢放 不说话了 是不是怕了 一个缩头乌龟 听到吴华雀长老对我的吵反 九师妹直接爆发 我在最后问你一遍 吴华雀算什么 我吴华雀不算什么 但你剑宗又算什么东西 招生垫底的垃圾宗门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反问我吴华雀 某某看你是女流之辈 才让你三分 既然你如此不知好歹 那就吃我一记天他地线紫金锤 此时我突然叫他们九师妹 随后我嚣张地说道 你问我剑宗算什么东西 我来告诉你 吴华雀不招的人由我剑宗来招 你吴华雀不敢做的是由我剑宗来做 你们不敢管的是我来管 你们招得到的人我剑宗要招 你们招不到的人我剑宗也要招 问我为什么敢如此为所欲为 这是清平剑 有清平剑的剑宗 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这就是现在的剑宗 剑宗至保清平剑回归 曾经的剑宗终于回来了 我竟然被抢吻了 而抢吻我的人 竟然是无时无刻想要送我归西的女弟子 当看到我拔出清平剑的时候 女弟子和九师妹吴华雀崇拜的眼神 而吴华雀的长老当场对我吓尿 必须没底气的东西 就这点实力还敢和我装逼 还好只是墨城的人知道 东门招新之前消息一时半会也传不开 赶紧躲回吴华雀吧 不然真的没脸见人了 正在一旁舔着匕首的茉莉 被小强叫住 姐姐你有什么感觉吗 随后一脸坏笑的说道 姐姐 你是不是忘记匕首上涂了药了 现在你拿什么跟我抢 苏长老 你好帅啊 求求你说我为图办 而我完全没有理会小强 转身变向新的气韵之子走去 怎么样 要不要拜我为师 就在此时我也感觉到了 茉莉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茉莉 你冷静点 茉莉随后便倒在了地上 笔手上涂得药对练虚妻都有用 更何况是她 萧若琴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心中暗响 绝不能让茉莉拜我为师 否则她定会被我迫害 我问小强她姐姐这是怎么了 小强说刚才她不知道为什么舔笔手来着 可能是要无所知 可能 这还有别的可能吗 我抱起茉莉 告诉萧若琴为师要先行一步 去红阁处理一些事情 你与九师妹一起处理下后面的事情 随后我便抱着茉莉火速前往红阁 种了药的茉师妹 道貌黯然的大魔头 变花柳向的红阁 就在此时身边的九师妹突然说道 难道师兄要趁机对茉莉运行不滚吗 此刻的我已经带着茉莉来到红阁 你们宗祖在哪里 速速带我去见她 于红袖调谈道 原来弟弟好这口啊 刚搞了那么大的阵仗 原来是为了这个 我来不及解释 先将茉莉放到了床上 并询问于红袖可有解药 于红袖查看了一番 弟弟挺能忍的 这是莫成那个剑三体的女娃娃吧 这本质上只是刺激人体内的神经 所以算不上毒药 又如何可解 难道就只能牺牲我的色相了吗 我其实也不想这样 可是救人要紧 于红袖又说道 其实除了最原始的办法 也不是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随后掏出一瓶更加刺激的药 药效相互的作用 会行走于经脉之内 如果不能及时释放或压制 便会经脉受死 姐姐 你这是以毒攻毒吧 要是搞砸了怎么办 那就只能牺牲你自己了 我已经为你背下韩玉池 只要浸泡其中 用灵力不断冲刷 自然可以脱离補好 那就劳烦姐姐明了 可就在此时 茉莉突然一把抓住我的脸 倾我的上去 我竟然被我的徒弟抢吻了 而且那可是我的初吻了 上一秒被新收的女徒弟抢吻 下一秒便被我带去韩玉池办了 没办法谁让哥是个震惊人呢 被抢吻的我一把将茉莉推开 这可是我的初吻了 旁边的于红秀桃砍到 看来弟弟也中了河欢散 没想到还能守住本心 你别着急姐姐 这就带你去池子里降降温 随后我抱着茉莉和于红秀 来到了寒冰池 这个池子就是了 姐姐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 年轻人 轻点折腾 别累坏了身体 随后于红秀便转身离去 留下了我和茉莉二人 时间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行 不能再等 我一把抓住茉莉 将她扔进了韩玉池 随后自己也到了镜头 茉莉等我 为师来了 还好哥是无我境界大成 要不然哪个男人能把持得住呢 不愧是我的宝贝若秀托儿 天赋一禀还刻骨修炼 茉莉心中暗想 难道这个大魔头上 于是没有杀了萧若秀 只杀了我起见领 这对狗男女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此刻的九师妹 带着萧若秀来到红阁寻找我 于红秀笑着说道 你自己猜一下呀 苏长老好像也中了河欢散了 他怀里抱的那个女子也是 你说他们来红阁干什么来了 萧若秀连忙说道 世尊不是那样的人 小妹妹 怎么就确定你世尊不是那样的人呢 不和你们开玩笑了 苏长老的确在红阁 不过他怀里那个女子有没有事 我就不清楚了 在寒痴之中 我看着莫黎冰冷的眼神一脸不紧 本长老都没有行不滚之事 他为何会如此看着我 就在此时我的好徒弟萧若秀突然出现 世尊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为师自然是在救人 之前来红阁不是交代于你们吗 不幸你问莫黎 看到眼前这一幕 九师妹生气的转身离开了 莫黎娇羞的说道 今天知识多谢苏长老了 无妨 要力上有残留 你再泡一会儿 秦儿 为师还要去找于宗主谈些事情 莫黎就交给你照顾一下 今日多谢于宗主相帮 要不然我一是英明就毁了 弟弟客情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还用说谢谢吗 姐姐我们的微博渠道扑开了吗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种邻镜说不是反品 但成本却不高 而且还能符合你的要求 姐姐好手笔 一开始只要给大家展示 然后买装有微博的灵镜 这样谁还能拒绝21周的八卦呢 接下来就交给弟弟我吧 身为穿业者的我 这种八卦还有小说我手道青睐 很快便编辑了一大堆 就在我编辑正嗨的时候 外面一道声音突然传来 苏北 一个王八蛋 给老子滚出来 老子刚拔出清平剑 我到底要看看是谁有胆子 在这个时候找自己的晦气 我竟然一不小心成了全民公敌 每个人都想提刀干我 就连我女徒弟的父亲 都亲自来打算将我一顿暴揍 我怎么就成了大家口中 人人喊打的大蒜魔了呢 莫子妹 莫家独挡莫站询问管家 小强和黎儿是不是和苏北在一起 管家说道 少爷和小姐与苏长老一起吃饭 然后苏长老就拔剑了 随后就把小姐抱走了 可是黎儿被剑气伤到了 应该没有吧 因为苏长老把小姐抱进了红阁 听到红阁 莫站直接爆发 苏北你个小可爱 敢把老子的女儿弄到红阁里面去 来人 给我包围红阁 红阁下方此时 已经被众人围得水泄不空 有让我赔茶楼损失的 有让我交出莫里的 与红袖调坦道 弟弟的仇人挺多的嘛 都是些小角色 不用管他们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想想要怎么扫平用父不认识字的障碍 在21周建立 星月宗与建宗的合作据点 派专人讲解热搜内容 不识字还爱凑热闹的人 绝对不会错过 弟弟先别想这些了 我刚看了一眼 楼下几乎都是莫家的人 这么大的一个家族 居然和我公然叫正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在同中作梗啊 看我待会怎么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此时星月宗弟子急急忙忙的跑 宗主 莫家组长莫战求见苏长老 弟子在下面听到莫组长扬言 要把苏长老给近身才躺大修 这老公好大的口气 竟然想给我赶了当菜剑 看我一块怎么收拾他 此刻莫战已经手持大刀兰在门外 而就在此时小强从红阁缓缓走了出来 都已经几个时辰了 想不到苏长老的战斗力 竟然捅不到了这种地步 当撞到自己老爹才反应过来 小强你姐姐怎么了 你又为什么会在这里 父亲 姐姐中了何欢喜 所以才被苏长老带到这解读的 莫战直接一巴掌将小强扇飞了出去 你这个做弟弟就这么保护你姐 我能管得住他往自己嘴里赛要吗 你就是阴谋苏北了 而我并没理会他 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外面的吃瓜群众纷纷开始吐好起来 说我是欺男霸女的恶徒 针尖挺冲的我喊道 苏长老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句话呀 我于是说道 是与不是 说与不说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只见不战徐七手中的大当说道 把我女儿不清不白地带进红阁 你给我说意义 今天不给我个交代 我绝对饶不了你 快说你将我女儿带到红阁 到底做了什么 若是里儿有个好歹 我莫站定送你归西 我去 原来舔刀也能遗传啊 而且在此时莫离突然出现 父亲 我在这呢 两个女徒弟之前 同仇敌太想要送我归西 而现在却相互吃起了醋 我的魅力这么大吗 不仅师姐师妹对我爱慕不已 现在就连女徒弟们也因为我吃起醋了 莫离连忙为她父亲的所作所为道歉 并向父亲解释 苏长老发现孩儿状态不对之后 就立即带孩儿来红阁医治 因为只有红阁的韩玉泉才能化解 当众人知道我是无辜的 竟将矛头指向了吴伐雀 此时莫站也走了过来打算向我道歉 我完全没有理会他 只见我看向上方的天空 然后缓缓说道 二十一帝接不出 万族之劫四股狼 后来 剑宗参战 而剑宗内侍还叫天下剑宗 元英剑仙 金丹助击数不胜数 以身祭剑才击退了大方修士 后来 天下丢了剑宗 剑宗没了天下 苏某说这些 只是想告诉大家 剑宗之人不善言辞 不愿解释 但三尺清风在手 绝不输任何一场天下大议 而我随随便便讲的两句话 竟然让徒弟有所领悟 莫战此时泪流雨下 苏长老 是老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险些误伤了苏长老 莫组长无需多虑 事情已经都过去了 苏某当时有个不情之情 日后苏某会在莫府办一场 盛大的剑宗招生演讲 只要人来 就可以领食的鸡蛋 莫组长没问题吧 小意思 这点小事情包在莫某身上了 吃的怎么够 二十个才配得上苏长老的身份 那此事就拜托莫组长了 另一边莫尼正要换衣服的时候 萧若琴突然来了 萧若琴问道 莫小姐挑选衣服 不知要办给谁看了 自然是给师尊看了 萧若琴害羞地问道 难道你和师尊 已经深入交流过了 要不是你来的不是时候 否则真不好说 不知萧仙子为何如此紧张呢 两人也是互相争论 吵得不可开交 这样让莫尼更加怀疑 萧若琴和我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事情 尚仪是我心性单纯 竟没看出你与师尊的关系 什么若琴 子军 师尊 这辈子我定要将你们全部踩在脚下 而在我的激情演讲之后 报名剑宗的人已经超出往年的记录了 我告诉他们这才哪到哪 本尊的连环记还藏着呢 吾尔 尚维师这儿做 让维师看看你最近修炼得怎么样了 这小丫头又是买根筋不对劲了 怎么这么大的粗位呢 秦儿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闷闷不乐呢 萧若琴害羞地问道 师尊你会收莫尼做徒弟吗 莫尼天赋绝佳 相貌出众 我说你脸怎么这么红呢 原来是吃醋了 秦儿放心 师尊不会收了新地主就不喜欢秦儿了 你在师尊的眼里永远是我的宝费徒弟 要问庄逼 我苏北第一 来听我讲课 人手持个小鸡蛋 没错这就是现代修仙界讲课 叶文 为了缓解秦儿的心情 我带他出来逛街 秦儿 抓住为师的手我带你去买糖葫芦吃 秦儿怎么样 糖葫芦好吃吗 吃着糖葫芦的萧若琴心中暗想 想用糖葫芦收买我 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就在此时萧若琴看到旁边有算卦的 连忙叫住了我 听到算卦的三个字 我的灵感就来了 我走到算卦的摊位前 老先生 给我们像个面如何 老头上下打扬了一番后 一头雾水 你们俩似乎都有命结 似乎你会死在他手上 不对不对 他好像会死在你手上 这老头究竟是何许原意 竟然能看出前世今生 而我并没理会老头所说 老先生 准不准在意 我们借一步说话 我将老头带到葫芦里 给他介绍起赚钱的买卖 拉来一个修仙苗子十个零食 凑够一百个来建宗提线 而且你还能让你们的同行加入 把他们发展成下线 你当个中间商赚差价起步买单 苏长老放心 有一个算一个 这件事包在老夫身上了 那我就在建宗静后加鹰了 我随后抓着肖若琴的手 快速向衣服铺子跑去 苏长老来了 苏长老是给这位小姐买衣物吗 我们与宗主吩咐过来 全场都有她来买单 余姐姐真是个富佛呀 这是我徒儿 从里到外全部给他来上衣服 对了 里面的衣服都给我徒利挑几件 捡贵的挑 换上新衣服的乖丝儿 貌似天仙 亮下了我的眼 肖若琴一脸害羞 师尊你这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就在此时我竟然偶遇了九师妹 我赶忙打了声招呼 师妹好巧啊 你也来买衣服吗 也不知道我哪里惹到了九师妹 九师妹也不搭理我 独自一人离开了 回去之后的肖若琴将衣服扔在了地上 这个大魔头给我买这样的衣服 不就是想在双修的时候让我穿吗 可是这么贵的衣裳买都买 要不就是一下吧 就在肖若琴正在换衣上的时候 我碰巧来找他谈工作 师尊你真讨厌 赶快给人家出去 次日 幕府门前早已排起了长队 全都是来领鸡蛋的人 这可把末战心疼坏了 十万个鸡蛋就这么没了 老爷 您当初也没说只有修仙的人才能领啊 捂着胸口的末战对我说道 苏长老 是不是已经可以了 事不宜迟 听得到我讲话 末战站在上方喊道 接下来是剑宗武长老苏北 为大家宣讲剑宗的招生政策 让我们有请苏长老 下方的众人一脸猛逼 苏长老是谁啊 他和领鸡蛋有关系吗 就在我们上台的时候 给下面的针尖亭打了个手势 武长老打手势了 快放仙鹤 只见一只巨大的仙鹤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众人也是被这仙鹤所吸引 在修仙界号称颜值天花板的我 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称号 那就是仙界大忽悠 能把最穷的剑宗 给大家忽悠成最豪东门 相信在修仙界也只有我苏北能做到 此时我的高光时刻终于开始 我告诉台下众人 修仙男 男于上青天 东风剑宗有先到 可以碰绝二十边 剑宗真容而摧尾 艺术当光万夫莫开 剑宗虽有云乐 不如早还家 修仙男 男于上青天 侧身希望长姿街 而我刚才的这首传世之诗 令如门大佬佩服不语 激动的进步游落泪 如此好吃 得立刻通报宗门 下方众人相互讨论 不愧是儒门大佬 这都能听得懂 说起来应该让孩子去儒门装点墨水排队 我一脸尴尬 什么情况啊 怎么不提剑宗提儒门 我苏北起会为他人做嫁衣 怕他要抛出点干货出来 我爸气的说道 那位儒门大佬都说的修仙不义 可为何还要修仙呢 所谓修仙 第一看的便是气度 修过多少冤枉先 就决定你有多大气度 很多弟子背叛了我剑宗 但我剑宗却还是送了他一百万下山 叛剑宗的人都有一百万 那么将来忠于我剑宗的 岂不就是几个亿了 另一边 南风国师徒底内 下人突然比报 先生 闻圣庙中雕像的眼睛亮了 有传世之事现世 而由长老已经从东风谷国将诗文传回 如圣李秋一脸不紧 东风谷国一向上午 想不到竟然还有这样的人才 派人去打探一下 此时那名探身才就知道是美女的妹子 突然站起身来 父亲 让女儿去吧 刚好想和几个熟人见一见面 看来这位美女目测就是我下一个女徒弟了 刚走出墨城就看见一大批去剑宗的人 无论别的都是为了那好几个异趣的 多可爱的人啊 名封如此善良淳朴的人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 茉莉和小强也出来为我们践行 茉莉还送了我一件小礼物 让我回到剑宗以后再打开 这可把一旁的削弱情细的逗抢 我赶忙带着弟子们跑路 没办法女人吃起素来太可怕了 当走到交叉路口的时候 弟子们问我接下来要选哪条路 我告诉他们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大路安稳且近 但没等我收完 针尖腿就寻找六拳选择了大路 萧若婷心动暗想 师尊他带我上小路 那里荒芜人应该不会是想对我图谋不悔吧 随后便问道 师尊 我们为什么要走凶险且远的小路啊 无二 那本主角必须修炼功法上 不是说主角跳牙必有奇遇吗 所以为师这不是带你来跳牙了吗 可就在此时身受重伤的九师妹跑过来 师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会受如此重的伤 师兄快走 有人围猎我们剑宗 你可以嘲讽我是修炼废物 也可以对我百般侮辱 但你唯一不能的就是伤害我的亲人 这是我唯一的底线 如果你伤害了我的亲人 我管你修为比我高多少 路北都要让你付出代价 身受重伤的九师妹 奄奄于膝地倒在了我的怀里 看着受伤的师妹我心痛不已 师尊九师叔怎么会这样 师叔是不是要不行了 你别乌鸦子 小心我垂你 你师叔他还有气呢 赶快把我之前给你的大环丹拿出来 肖若勤拿出丹药递给了我 可九师妹受伤严重 口中都是淤血 必须得把这口气顺出来才能服药 于是我双手抱住九师妹的细腰 打算将淤血排除 这可把旁边的肖若勤气炸了 师尊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忘借机砍油 否则你误会为师了 我这是在救你师叔呢 你先躲连点 别见你一连血 九师妹口中的淤血在我的努力下终于咳了出去 我马上让肖若勤将手中的丹药给欺服下 师尊 九师叔这样就没事了吗 我告诉他 接下来就只能看你九师叔的造化了 没过多久九师妹虚弱地睁开了眼睛 而九师妹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赶快逃走 不要管他 我告诉师妹他已经安全了 师兄带你回中门 可就在此时围猎剑宗的那名面具人出现 云海剑星果然不同凡响 并爱我们练续后期的剑招 竟然还能逃到这里找你的相好求助 可是你这个杂碎伤了我师妹 看来又是一个剑宗长老 就你这点本事也敢学别人开宗门 真是笑死人了 敢伤我师妹 今日我定要让你付出代价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就你一个小小的化神还想报仇 我防患起身 无二 照看好你师叔 为师收你为图实 说修仙是一件极其粗糙乏味的事 最重要的不是实力有多么高超 而是不要多管闲事 但修仙只要沉着冷静 仔细判断 量力而行 打破修仙世界规则跟铁律的人 我们称他为废物 可是不懂得重视罪亲之人 红宗之人的人 连罪物都不是 收徒以来 你还从未看过为师出手 但今日为师想要霸气一回 只要胆子大 帅哥师兄是你的 今日的我也终于霸气了一回 我举起手中的倾平剑 只用了一剑就将围猎剑中之人给秒杀 这就是伤害我亲人的后果 九师妹一脸深情地看着我 没想到师兄一直在隐藏修为 我隐藏个屁 还不是因为徒弟修行了剑顶第一式 才触发了系统反馈 将发动的剑招增加了一百倍效果 萧若勤问道 九师叔您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刚才路过此地时 发现我剑宗弟子被两名面具人所杀害 我一脸不解到底是何原因 要围猎我剑宗弟子的 九师妹说看见剑宗弟子被困在飞气笼罩的法阵内 然后那弟子的剑骨就被飞气拖着从身子里面抽了说 听到此话萧若勤目光呆滞 回想起了前世的心酸往事 独儿 你是见过吗 怎么这么大的反应 萧若勤连忙解释说他从未见过如此恶毒的手法 杀人不过头顶低 差人剑骨也太随了 我定要找到幕后之人为我剑宗弟子报仇 而我从师妹口中得知对方竟然还有团匪 为了以防万一 我抱起师妹打算送回宗门 可此时萧若勤却叫住了我 师尊 难道我们不找悬崖了吗 不要横生之劫了 你师叔不能再出任何意外了 走了一天的路 终于安全了 我赶忙吩咐乖徒弟给九师妹烧一壶茶 萧若勤一脸猥琐地看着我 师尊 我刚好带了桃花茶 这就被师叔泡上 师兄 我们见宗有桃花吗 看来师尊那天果然是瞎编的 这下九师叔要生气了 我看你接下来要怎么办 这怎么能难得住我苏北呢 师妹想看的话 正好不见风有片空地 师兄可以在不见风为你种满桃树 萧若勤端着茶尴尬地走不过来 可下一秒 还没反应过来的我便被九师妹抢吻 师妹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要这样呀 看到这一幕的萧若勤如同晴天霹雳 转头便快速跑着离开了 萧若勤眼角湿润 她明明痛恨苏北 可看到苏北和别的女人勇吻 她却不由心痛了起来 可最惨的是竟然一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了下去 看来萧若勤是想要验证一下主角修炼功法上面所说的 主角跳崖必有奇遇的说法 都说主角跳崖必有奇遇 而我们的乖徒弟萧若勤 竟然打算带着自己的九师叔一起跳崖 这是什么奇葩的想法呀 因看到九师妹强吻我 萧若勤一气之下跑了出去 不小心坠落悬崖 好在抓住悬崖边 没有第一时间掉下去 而她还在为刚才九师妹的事情吃醋 我赶忙跑了过来 败家徒弟 别撒手 为师来了 可我这倒霉徒弟偏不听我的 要掉下悬崖的时候她慌了 我才助击 我还不会飞呢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还好我赶上了 随后便是对着萧若勤一顿教育 让你别撒手 你倒好直接放弃挣扎是吧 萧若勤哭得死去活来 世尊不是和九师叔在一起热吻吗 还管秦儿做什么 我这乖徒弟从墨城开始就一直在吃醋 真是小心脸了 为师怎么就和你九师叔一直在热吻了 我要这样为师还分神管你 为师就应该不管你 让你摔个稀巴烂的了 此时我突然想到 萧若勤刚刚掉下悬崖 要是自己没出手是不是已经发现机缘了 在猴子肚子里找到什么绝世功法 我一脸坏笑地看向萧若勤 乖徒弟 你要不要再跳一次 这可把萧若勤惊呆了 还以为是我和九师叔亲嘴亲疯了 萧若勤直接拒绝 我才不会让世尊这个大坏蛋得逞的 我赶忙叫住萧若勤 乖徒弟 为师可曾害过你 你想想当世尊的怎么可能还徒弟呢 世尊 你真的不会害秦儿吗 为师发誓 我一定不会伤害秦儿的 为师可是最疼徒弟的呢 说起来 为师收你这么久也未曾和你好好谈谈心了 于是我和萧若勤促息常谈 并得知萧若勤修仙其实一直都是为了报仇 既然这样谱儿 来几个掌吧 为师虽然修为不高 总爱计较得失 也不在乎身边人的感受 但为师想是一是遮住你心中这挥之不去的仇恨 萧若勤内心十分纠结 要不要再相信这个大魔头一次呢 萧若勤一脸深情地看着我 师尊永远都不会被叹琴儿吗 这是当然 为师会永远保护你的 萧若勤也被我深深地打动 说自己放下了仇恨 以后他还要保护所想保护之人 所以乖徒弟 我们现在可以跳崖了吗 萧若勤说跳崖也行 但是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那就是带上九师妹一起 为了乖徒弟能有其遇 我也是煞费苦心 将九师妹忽悠到了不悔崖 师兄你确定是从这里上来的吗 这可是不悔崖 靠近东风古国皇城 传说的八大神秘地之一 谁也不知道这下面到底有什么 带着你徒弟和师妹一起跳崖 没想到真的遇见了机缘 主角必须修炼功法当真诚不欺我了 师妹在悬崖边上磨磨蹭蹭 我于是在后面助力了一把 毕竟枣票早解剖对了 咕咚一声 没想到悬崖下方竟有一处水台 当然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看着秦儿和师妹从水中出来的时候 我瞬间被惊艳到了 这也太哇塞了吧 萧若勤一脸害羞 师尊 你快转过去 这可把旁边的九师妹气坏了 我的沙尖礼 真不要礼 刚到手就穿上了 想勾引谁呢 我连忙捂上了双眼 并解释自己什么都没看见 天这么黑 我怎么可能看到什么白花花的东西 虽然师妹很是不情愿 但也用身上灵气将秦儿的衣服红干 我指着不远处的窟窿 你们看 那对窟窿摆放的多对称 此地必然有机缘 可两人的心思完全没有放在机缘上 萧若勤有些不紧 九师叔 弟子身上是有什么东西吗 你这个狐狸精还敢问我 真不要脸 就在此时我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株奇异花草 九师妹说此花名叫仙缘草 二十年开一次花 可蒙蔽天机 现在咱们的境界谁也用不上 难道要把回去等八百年之后再用 这个机缘怎么这么拉胯呢 要不我们还是再找找别的吧 可就在此时一阵凌冽的飓风起来 我顿感大事不妙 只见一头巨大的狐妖向我们缓缓走 没想到这里居然有大妖 果然有灵珠的地方 必有灵雾 看来这大妖的目标是仙缘草 师妹只要我们不轻举妄动 想必问题不大了 可刚说完这番话狐妖便怒吼一声 而这大妖的实力少说也有练须巅峰了 我赶忙让师妹收敛见息 这样她感觉不到威胁的话 应该就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了 可最尴尬的是 在这个时候仙缘草竟然开花了 难搞啊 而仙缘草�盛开的时候 四周早已为满了妖兽 想必都是为了这仙缘草而来的 好在我早有准备 随身携带着这根去魔箱 即使兽巢汹涌也会绕着我们走 而且那大妖称词也就是个练须巅峰 与无数凶兽相争之后 我们便可浑水摸鱼 到时候仙缘草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那虎妖一声怒吼之后 开始对周围的妖兽疯狂涂 没想到低估就虎妖了 这虎妖很有可能是何道静 师妹 趁着大妖在打怪 我们赶快敲敲取了仙缘草 然后溜之大吉 就在虎妖将杂鱼们都解决完了之后 发现居然有人在打她仙缘草的主意 这虎妖竟然直接来了个超进化 刚取到仙缘草的我总感觉后背阴凉 当我一抬头才发现 虎妖竟然抱走了 这不尴尬了吗 常常见东武长老 面对何道静的大妖终究还是不敌 但好在被一神秘女子所救 也不知这名女子是何来历 本想在虎妖打怪的时候浑水摸鱼 将机缘悄悄带走 可没成想这虎妖的实力竟如此恐怖 刚想跑路就被发现 这不就尴尬了吗 看到被激怒的虎妖我也持续地认了损 虎哥都是误会 明大虎不计小人过 咱们个走哥的倒怎么样 可这虎妖一点面子都不给 一掌便拍了下来 实力不济的萧若勤 直接被拍晕了过去 这虎妖疯了吧 看见人类就不要命 这就是败家徒弟的机缘吗 难道我堂堂见宗武长老 今日竟然要死在胡爪之下吗 就在这危机关头 九师妹义无反顾地挡在了我的面前 并让我带着秦儿赶快逃走 可下一秒九师妹便被虎妖一掌拍飞了出去 可我苏北又岂会是贪生怕死之辈 看着倒下来的师妹我伤心不已 你这个傻女人 那可是合道镜的大妖啊 怀中的师妹虚弱地说道 师兄这下我们扯服了 你说回去之后要再不见风尚中满桃花 还算数吗 我的活祖宗啊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些呢 我一脸深情地看着怀中的师妹 师妹 围兄说过的话当然算数 接下来看师兄一见活劈了这虎妖为你报仇 欺我可以 但欺我所爱之人不行 今天就算是死 我也要从你身上弯下一块肉了 本打算借助青春剑的力量 看看能不能因此重创虎妖 可还没等我蓄力完成 就被这虎妖一脚踩在了脚下 你们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对不起 这也是主角 只见虎妖的脚底板被我给刺穿了 下一秒鲜血便瞬间喷出 可这也彻底激怒了虎妖 地长就将我给拍飞了出去 能伤到合道镜大妖 不愧是宗门至宝 可这一招已经榨干了我全部灵气 虎妖丝毫不给我喘息的机会 巨大的胡爪就向我拍了 可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虎妖居然被冻住了四肢 出手便知有没有 锦一招将合道镜大妖秒杀 更是赐给了我乖徒弟一场 极为不得了的造化 本以为自己要交代这虎妖的长相 好在一神秘女子及时出现将我救下 虎妖看到不得打算逃跑 可神秘女子可不打算就这么放过她 必招有风来疑 直接将虎妖带走 高手从来不会回头看结果 终于得救了 莫非这才是徒弟的机缘 女子直接将长剑架在了我的肩膀上 耳灯也是为了仙缘草而来 我连忙解释 仙子对我等有救命之恩 需去仙缘草尽管拿去 女子询问我不过化神后期 是如何伤的那虎妖的 在下见中午长老苏北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还未请教仙子方明 火鸣南基 一介散修 死要服下 而等伤势极可痊愈 这女子骗鬼 哪有散修能修到一掌批死格道的杜结妻 那就多谢仙子 其实在下也不知道如何伤了那大妖的 可能是碰巧罢 其实仙子大可不必隐瞒身份 天下杜结屈之可数 几乎都是老头子 仙子这般雍容华贵的一态 恐怕只有圣地那位了 女子笑了 原来这个大魔头竟然将我当作要淹了 倒也没必要否认 今日就装上一下也无妨 而我还在沾沾自喜 还以为抱上了圣地圣女的大妖 为了以后能再修仙界横着走 我也是当起了田狗 争取成功拿下面前的大佬 可就在这世九师妹的伤势越发严重 女子查看一番也是大吃一惊 没想到九师妹竟然是被煞气所伤 我连忙询问男仙子可有破解之法 还好体内残留煞气不多 我只能暂时压制煞气扩散 想要寻求破解之法 还需去南风谷国找苗疆一族 得到仙缘草的男鸡 打算在他临走之时送我一场造化 果然被我猜对了 原来这才是我乖徒弟的机缘啊 男仙子在下早已看淡求仙之势 若仙子真有此意 不妨将这番造化赠予我的徒弟 男鸡一脸不紧 苏北当真叫人摸不透啊 男鸡特意向我强调 这造化对我而言可是极为不得了的 我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这不得一波肥啊 为了打消他的疑虑 我连忙夸起了我的乖徒弟 男仙子不必多言 我那徒儿天赋绝顶 可却跟了我这么一个不入流的师父 如今有此机缘 我定要他在以后的修仙道路上畅通无阻 用心感受这场你师父替你求来的造化吧 剑宗的剑点尊为两半 而今的剑宗所存的乃是仙道剑气 另一半则是王道剑气 杀伐之一更胜 这一是王道剑 明曰断山河 山河面前你也可以一剑斩之 在这番造化下 肖若晴不仅领悟了剑点第二次 修为也突破之助记巅峰 我也成功触发收图万倍反飞系统 成功领悟王道剑点全部招式 修为更是突破之化神巅峰 之前一直想送我归息的肖若晴 已经成功被我赶中 如今的他对我一脸平板 没办法这就是哥的个人魅力 在历经千辛万苦后肖若晴终于得到了他的机缘 而我也在收图万倍反飞系统的奖励下 获得了丰厚奖励 此刻的我正在沾沾自喜 真不愧是气韵之子的机缘 这奖励也太爽了吧 只见醒来的肖若晴跪在地上呼气着 师尊不是不露流的师尊 师尊是全天下最伟大的师尊 擒尔惭 蒙寿师尊如此恩德 直到现在才明白师尊是全心全意为擒尔好 我有点小尴尬 我有你说的这么伟大吗 一旁的男仙子拿着刚才河道邀丹也来给我送你 男仙子 万万不可 在下已经受了仙子大恩了 本尊献剑宗人情 几日赐你福地机缘 送你妖丹如此也算还情了 而且这枚妖丹炼制成丹药可治你师妹的伤势 听到此话我连忙收下了这份大的 随后男仙子便遇见飞行离开了 师尊 这仙子真是个大好人啊 圣地的圣女当然不会是坏人 可肖若晴搞不懂的是男仙子去的不是京城方向吗 圣地难道也在京城 没准人家仙子想去京城吃的早点再回圣地呢 别管那么多了 我们该回剑宗吧 你师叔还等着丹药解毒呢 肖若晴一脸深情地探着我的背影 随后突然叫了我一声师尊 乖徒儿 叫为师何事啊 没事 就是想叫一叫师尊 随后我们便继续踏上了回剑宗的女巫 另一边剑宗中门外 两名弟子正在说笑 五长老一见过去河道大妖都没了 那个针尖廷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我一脸不爽 恨不得上前给那两名弟子一耳光 但身为剑宗长老的我格局还是要有的 随后吩咐肖若晴 让他把河道妖丹给三长老送去 就说九师妹伤势统集 为师拜托他炼药智商 还有就是务必让路过的弟子都知道 这是为师送去的丹药 以免他赖账 听到了没有 丹霞峰的丹房内 一名弟子正在向丹炉内添加着一位主要 随后请三长老过目 剑宗三长老莫行简 一脸郁闷 没想到化神巅峰的妖丹也失败了 弟子问到底是什么丹药 连化神巅峰妖丹都顶不住啊 原来三长老遇见一品造化丹 冲击一品念丹师 化神妖丹不过赌运 练须妖丹的成功率实不存一 河道妖丹放能十拿九吻 师尊 那咱们用河道妖丹不就可以了吗 那是河道妖丹 又不是唐豆 你说得到轻巧 弟子指了指窗外 现在宗门都是五长老斩杀 河道大妖的消息 三长老很是激动 连忙问弟子听谁说的 就是刚刚有个游历回来的同门 在外面说的 当三长老打开窗户后 便看到真奸挺这小子 正在大肆宣扬和表演 我的光辉事迹 苏长老向前一步 吴华雀狼被逃窜 清平一见惊天地 莫成一线弃鬼神 无悔雅底欲玄机 合到腰前正见心 不得不说真奸挺这小子 闻采可以啊 没想到三长老 竟然当着弟子们的面 指着我的宣传海报 就是一顿点滴 点滴过后 更是疯狂踩着海报 原来当看到真奸挺夸张的宣传后 三长老很是不爽 这就是掌握河道大妖的消息 越说越没谱 还什么话神奇的断毁 吓破河道的胆 真是岂有此理 随后三长老冲上来 就是给真奸挺后脑壳一扇 叫你忘义长老 搬弄是非 逸宗门律宝 可逐出宗门 老夫在问你 方才所言是真是假 但还是有许多弟子 都愿意相信我的事迹 真奸挺也是有点无语 大家都在谈论五长老 为什么就对他上纲上线 三长老谈论起了 最近刮起的偶像崇拜风气 本是不好 不仅无意修行 还有是偏颇 尤其是这个苏北 身为剑宗长老 整日游手好闲 每日聊内 现在还有脸说他掌握河道大妖 真是岂有此理 本来是我的赞赏大会 现在却被三长老改成了批斗大会 说什么修仙世界 实力为尊 像我这般不务正业 只会吹嘘 如何能够服众 而且一百名修为都寸功未尽 还有脸当剑宗长老了 随后将我的海报 直接丢到地上疯狂踩踏 可就在此时 萧若晴带着河道妖丹前来 九师叔伤众 若晴奉施命送来河道妖丹 请三师叔出手链丹 救师叔姓名 当萧若晴看到我的海报 被踩在脚下很是不熟 而三长老还对我送来的 河道妖丹完全不信 这就不怪我的乖徒弟 当众打他的脸了 是真是假 三师叔一看便知 当三长老接过河道妖丹 检查一方过后 没想到真是河道妖丹 这真是苏北弄来的 大家也终于相信了 真奸平所言非虚 苏长老真的在不悔 牙下与大妖血战 一剑掌的河道大妖 萧若晴在地上捡起 被三长老踩脏的海报 为我打抱不平 三师叔 现在九师叔和师尊 都受了很重的伤 希望师叔早日练出丹药 而且是谁杀的大妖很重要吗 随后萧若晴变气愤地 离开了丹霞峰 此刻的我正在房间内 照顾着受伤的九师妹 师妹一直都是 这么冷冰冰的性子吗 九师妹小脸通红莫不作声 师妹你这是怎么了 脉搏怎么乱了 难道是伤势加重了 可就在九师妹 要向我吐入心声的时候 八师妹直接推开了屋门 冲了进来 妹妹你怎么样了 师妹只是受了伤 灵气无法凝聚 但现在没什么大问题了 怎么会没事呢 随后一把拽过九师妹的手 这脉搏快得像打鼓 蝶也红得不得了 放心吧 小师妹那是太阳晒的 现在确实没有性命之忧 八师妹拽着我的手 就往屋外走 妹妹没事我就放心了 师兄 你先随我来 那天晚上的事 我们还没有聊完呢 九师妹一脸故意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 有事瞒着我 我左手牵着宝贝徒弟 右手抱着高冷师妹 没想到刚回到建宗 就又进了修罗场 面对这些如饥似渴的 师姐师妹 我真的是太难了呀 为了不让自己的姐姐 和我出去约会 九师妹居然装起了病 八师妹连忙上前查看 看来真的有暗伤 我于是又再度把烂 但却没发现什么异常 而九师妹却在这时 问那晚我和八师妹做了什么 八师妹笑着解释道 就是那天在后院的晚上 你不是也来了吗 在你来之前 师兄教了我一套剑 所以今天师兄回来 想和他切磋一下 而我也反应过来 九师妹该不会是在吃醋吧 看来要好好验证一下才行 于是我又手指刮了下 八师妹的鼻尖 师妹不要乱动 你鼻子上有脏东西 这可把旁边的九师妹气炸了 当即就想从床上跳下来捶舞 可就在这时 萧若勤从单下封回来 当他走进来 却看到了这尴尬的一幕 这都是些什么 日漫修罗场的剧情啊 我连忙拦住要离开的萧若勤 旁边的姐妹花 正在幸灾乐祸地 看我怎么解释 可我的乖徒弟并不买账 气轰轰地转身离开了 毕竟是自己的徒弟 还是要宠的 于是我便拜托八师妹 照顾一下无兰小师妹 自己要去哄我那宝贝徒弟去 八师妹让我放心去吧 妹妹就交给我了 九师妹则是小脸红红 内心更是狂喜 只因我叫了她一声无兰 而另一边的萧若勤 正在树下吐槽我是个渣男 居然辣手催了姐妹花 当她看到捡回来的海豹 瞬间气上心头 对着海豹就是一顿狂态 发泄着心中的醋意 果然女生都喜欢吃醋 但萧若勤看到 我竟然放着姐妹花不要 来找她心情瞬间好了一段 乖徒儿 原来你躲在这儿了 别耍小性子了 为师带你去吃糖葫芦好不好 居然拿我当三岁小孩子 看来师尊真的和钱是不一样了 看到地上掉落的海豹 我随即捡起欣赏了钱 虽然姿态粗狂 又被鞋印污浊的面貌 但依然掩盖不了我玉树临风 松流倜傍的偏偏气质 萧若勤会在地上痛哭自责着 宫经以后 秦儿再也不敢自意妄为了 身为绝世好师尊的 我又怎舍得去责备我的乖徒弟呢 女孩子的心思还真是难琢磨 也不知道我的乖徒弟以后 会不会成为九师妹那种高攀不起的样子 而就在此时 大师姐突然从旁边出现 大师姐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师姐早就来了 只是师弟现在眼里都已经没有师姐了 师姐说笑了 师姐这么大气磅礴 想不注意到都不行啊 女王师姐居然让我跪下舔她的脚 但却被我用一条黑丝成功拿下 你们没有看错 这就是我研发的丝望 苏北世家 而且我还特意在剑宗召开的维密选秀大会 大师姐一脸温柔地看着我 是师姐漂亮还是你的干姐姐好看呢 这还用说吗 自然是我家师姐好看了 但我刚回答完 便被师姐一脚踹飞 师姐一脸比试地看着我 你还有脸回来 没良心的东西 才几天就被死于勾走了活 在剑宗五百年都没憋出的屁来 去鸿泽才待几天就整个微博热搜出来 圣帝开幕仪式就只剩下半个多月的时间 你想好办法了吗 我告诉师姐 如今宗门资金不缺 师弟只需略微出手就能让宗门大放一场 就是我这想法需要师姐点头同意 师姐很势不屑 高风亮节 五百年来守身如玉 未见宗父汤蹈火 此次下山兢兢业业 没想到师姐居然这样想我 紧接而来又是师姐一脚 并嘱咐我让我少动些歪脑筋 过几天就是你二师姐八百年大寿了 二十一周宗门连同皇家都会来见宗祝寿 师姐 开幕式需要您的大力支持 师姐当然可以支持你 但我家小北北 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此刻我内心慌的一批 难道师姐想让我跪下舔他的脚 其实师弟早就想送师姐一条独一无二的裤子了 奈何公务繁忙 听到我要送裤子师姐当机裤子 就是你徒弟 师妹以及你妹干姐姐都有的裤子了 我连忙拿出我为师姐准备的丝袜 向其介绍 此裤长短贴合 还有独特的标志 是师弟专门为师姐量身定制 而我也成功地俘获女王师姐 得知我对战大妖一定受了伤 临走之时还送了我一枚丹药 这丹药能补充气息 留着傍身吧 帮我打开师姐送我的丹药 这可是师姐未突破肚结之后 恢复气血准备的一瓶血练丹啊 想不到师姐竟然对我如此之好 几天过后师姐在东门山下 吃着她最爱的仙猪下的灌汤包 当众人看到师姐腿上穿的苏北世家 妹子无不为之疯狂 可下一秒便飞快向屋外跑去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苏长老我来了 我一定会被选上的 这场面摊比春运啊 师姐连忙一把揪住一名妹子询问起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武长老要选道理了 女弟子人人有份 师姐没来得及多想 跟下手中的灌汤包 遇见飞行就向着不见风飞去 苏北 你又在搞什么飞机啊 我苏北一出手 震惊先进二十一周 我要在剑中的开幕式上 表演一个所有人从未听闻的舞蹈 那就是千剑观音 刚会舔完女王师姐的脚 我就转头就来给小师妹喂药 师兄 这要好苦啊 良药苦口利于病 做完才能好得快 师妹张嘴 为兄在里面特意给你加了蜂蜜 这要有回甘的 九师妹盯着我的手指 不断地在脑中脑骨上 随后竟然一口将我的手指含入嘴中 我连忙让师妹松口 师妹 你要矜持才对 九师妹不情愿地松了口 师兄真不懂情调 但这次师兄应该看到我的实力了吧 师妹 你真是深不可测呀 师兄 其实师妹一直有句话想对你说 可就在师妹打算对我深情告白的时候 大师姐突然出现打断了这浪漫的一刻 苏北 你又在搞什么飞机啊 刚告诉你二长老八百大寿要到了 你就整摇额子 知道的是剑宗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雪飞呢 大师姐一边揪着我的耳朵 一边对九师妹嘘含问问 这就是差距啊 随后便拎着我的耳朵离开来 留下独自恋爱脑的九师妹 这要 确实加了蜂蜜 真甜 师姐很生气 那些女弟子都快被你一个五名三道了 师姐有所不知 师弟一出手 便可震惊二十一周 师姐一脸不屑 不就是震惊二十一周吗 剑宗开幕是哪一次不够震惊 师姐 凌娜好像不叫震惊 叫讨兴吧 师姐刚打算出手教训你 就被我拦下 我说大师姐鬼斧神宫的开幕表演 给了师弟无穷的灵感 那就是一个所有人都没听闻的舞蹈 凌威千剑观音 很快剑宗千剑观音评选比赛正式开始 宗门内的女弟子无疑不为之疯狂 五长老 性别不要卡得那么死 我们男生也是可以的 大家先进一进 本次召开剑宗弟子来此 是为了选出百名女弟子 红本长老一天参加圣地招新开幕式 我苏北是那样的人吗 这位身材妖娇大长腿的妹子入选 这位胸怀宽广 智虎忠诚之徒 也很是不错 还有这位可以解锁上百种姿势的舞蹈弟子 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才 一下子就有十几个不错的入选 真是赏心悦目啊 不错不错 就是不知远处要离开的杂役弟子有何才艺了 感觉应该也是人才 想知道我苏北为什么深受女弟子们的喜爱吗 那是因为我不仅人长得帅 还有一颗暖男的心 所有女弟子在我心中都是最美的存在 像白月光那样洁白无瑕 不管你是内门弟子还是杂役弟子 在我苏北这里都是一视同仁 在我挑选千剑观音的女弟子时 发现正要离去的杂役弟子 而他们却被前来参赛的内门弟子所嘲笑 我们正经弟子都得争 你们也配奋一杯羹 就在大块头女子欲要和他们争论一番 却被身旁的剑宗雅女剑娘拦下 剑娘 你干嘛不试试啊 你明明可以的 看他们要走我及时出现将他们拦下 拜见五长老 这时剑娘他不会说话 还望五长老剑娘 随后一身剑子肉的妹子便介绍起了剑娘 剑娘人很好的 也特别漂亮 而且每天不光练功还要再洗剑持洗剑 五长老 剑娘可以入选吗 我打量起了面前的剑娘 随后缓缓握住剑娘的手 杂役弟子也是我剑宗弟子 所以 剑娘 你愿意同我一起去参加开幕式吗 剑娘用手语告诉我 自己没有资格去 自己不会说话 境界不高 也没什么天赋 大块头女子为剑娘感到心痛 剑娘每天那么辛苦 又那么努力 哪怕每天洗剑洗到很晚都一定要练功 而他说的这些话我也都记在了心里 我拉着剑娘的手将他和大块头戴上了表演台 我告诉台下的弟子 天赋 地位和实力是这个世界唯一的道理 但在这里 大殿的角色并不高于那最低的基石 在这里 无论是杂役弟子 内门弟子 乃是清传弟子 剑宗都会包容所有剑宗弟子 剑宗一世同源 而我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话也令在场所有人看到了希望之光 就连一直以为只是选妃的闹剧的大师姐 都对我刮目相看 很多弟子纷纷跪地 一时才俊可惜金丹被废的花小桃 为救同伴修为尽诗汗毁容了的叶小语 他们之前哪个不是宗门的天骄亮眼般的存在 也许这千剑观音 注定就是他们的舞台吧 我走到这些女弟子们的面前 你们可愿意 随本长老一同参加开幕式 曾经的他们也是天才 受到过别人的敬仰 不知道多少年 作为被遗忘在角落受到数不尽的嘲讽与谩骂的他们 这一次终于看到了阳光 一生愿意 响彻了不见风整个角落 做我苏北的徒弟 什么天才地宝 顶级丹药都随手相送 不是因为哥大方 而是因为我的收徒万倍反馈系统徒弟升级越快 我便能获得万倍反馈 之前答应九师妹要为他在不见风种满桃树 今天我则带着乖徒弟一起来栽树 世尊 现在种树是不是晚了点 我告诉他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现在 就在此时肖若晴发现前方的山峰药虎山爆发 这怎么可能呢 剑宗又没有富士山 再说了怎么可能说爆发就爆发了 可我刚一回头 才发现上方的丹霞峰好像真的爆炸了 想必应该是三师兄练丹成功了 这样看来师妹很快就可以好起来 肖若晴看着我的背影 难道师尊和九师叔已经这么亲密了吗 此时三长老如同超人一般向我飞来 师弟 维兄成功练出了一品造化丹 成为了一品练丹师 多亏了你的河道腰丹 这几颗红色的便是一品造化丹 只需一颗便可有大地之姿 维兄借此突破一品练丹师 胆慨颇多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决定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那就是墨家千年不传的丹方 急于起无常献给宗门 我看着三师兄手里的丹药问道 敢问师兄研究此丹的老祖姓氏名谁啊 老祖名叫墨伟 原来是伟哥呀 师敬师敬 没想到这丹药只是清清一秀 周深就瞬间通畅 不愧是能引起腥风血雨的一品丹药 肖若勤内心窃喜 师尊若是吸收了这造化丹 想必会更加强大吧 可三师兄刚说完此丹极为珍贵 让我好好保存 找个合适的契机在服下 却被我随手丢给了我的宝贝徒弟 乖徒弟 听到你三师伯刚才的话了吗 吃下去洗个损 师弟 你可能误会为兄的意思 此等丹药即便对合道境界也有不小的作用 而且还可以提升修炼的上限 天赋 体质等 可我完全没有理会三师兄 而是让我的乖徒弟 便真仔细一点不拉地吸收掉这枚丹药 这可是连师尊服下都能逆天改命的丹药啊 师尊居然就这么给了我 难道在他心里 我竟如此重要吗 肖若勤眼角湿润 师侄多谢三师伯炼制丹药 师尊 你为弟子做的太多太多了 这丹药弟子愧不敢当 这小丫头怎么在外人面前还害羞了起来了 我连忙给三师兄使了个眼色 三师兄了然于心 那个 为兄丹侠风还有事 就不打扰了哈 肖若勤起身 将丹药放在了花朵中打算离开 我连忙将他叫住 修炼鼠尼卷 开挂却拒绝 没想到高冷的酒师妹 居然大晚上夜洗我的屋门 可我却被师妹误会成了变态 本打算叫住我的乖徒弟 让他扶下造化丹 却一不小心将他压在了身下 这场面也一度尴尬起来 不 为师不是故意了呀 师尊 你这样做不好吧 我捏住秦儿的樱桃小走 为师让你吃你就吃 将什么将 张嘴 肖若勤却闹起了脾气 死佛都不肯服下这造化丹 我也不惯着他 直接将丹药塞进他的嘴里 快点将丹药咽下去 什么时候咽下去 为师就什么时候收手 最终我的乖徒弟 总算是服下了造化丹 另一边三师兄 也是对我的改变刮目相看 连一品丹药都不为所动 两名弟子正在议论 三长老炼制一品丹药 引发的天地一向而感慨 就是这一向 持续的时间有点长啊 三长老到底是练的什么丹药啊 能持续这么久 当三长老看到丹霞 风滚滚飞烟傻了眼 原来是自己忘关丹炉了 导致丹房失火 我的河道妖丹 我的宝贝啊 虽然大火被扑灭了 可惜造化丹却被烧成了渣渣 自己辛辛苦苦练制出来的造化丹 却一刻没吃上 大师姐赶忙过来安慰 水虎无情啊 三师弟 看来你与那造化丹注定无缘 可他想了想师弟那里好像有存货 他甚至舍得给徒弟 给我这个做师兄的还不是随随便便 想到这里他一个纵月来到屋子上方 有得必有失 老夫成就一品念丹师 有些灾乐在所难免 然而方才为武师弟送去一品造化丹 他却随手丢给弟子服用 我还从未见过如此高风量节之人 师弟 我都这样吹捧你了 那造化丹的有哥哥的一份啊 众人也是被我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而大师姐思考在三决定是时候 将轻一和老六放出来了 希望北北不会在轻一的寿宴上惹祸 我也在乖徒弟吸收造化丹后 获得系统反馈 成功突破之半步练须 并获得精纯的大道之气 师妹服下大桓丹后 伤势也好了 可惜他不是我徒弟啊 不然又能薅一波羊毛了 还有啥能给徒弟用的呢 莫黎送的储物戒指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伤势好转的九师妹 此刻正在遇见飞行赶往我的不见峰 这一路多亏了师兄 师兄 有些话我已经藏了许久 今晚 师妹不想忍了 只见师妹一脚就踹开了我的屋门 映入眼帘却是我在摆梦的肚兜 当我看到面前的师妹 真是尴尬到了极点 那个 师妹 你听师兄给你解释一下呀 刚被九师妹误会成变态 就又被八师妹推倒 而这尴尬的一幕也恰巧被我的乖徒弟看到 看来今天的夜晚注定不平静啊 我拿着从储物戒指翻出来的红肚兜 刚要和九师妹解释却被师妹打断 师兄 我只不过是前来谢过师兄的血气单 除此之外 我什么都没看到 师兄继续吧 师妹告辞了 师兄放心我会为你保密的 我赶忙上前想要拦下九师妹 这杜兜 是墨家大小姐送给为兄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是墨家大小姐让为兄查看研究 你也知道 师兄我酷爱做衣服 打算再给大家来个苏北秘密 可九师妹完全不听我的解释 气哄哄地转身离开了 完了 这下完了 我的仪式英明啊 就在我哼着小曲洗着杜兜的时候 八师妹突然冲了过来 直接从池子里咬了一条洗衣水 咕噜咕噜地将洗衣水一饮而尽 为了不让八师妹发现 我赶忙将杜兜收了起来 师兄 你见到我妹妹了吗 一会儿工夫没盯着 就找不到她的人影了 你来得不强 九师妹刚才被我气跑了 八师妹询问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何事 而且 怎么感觉这屋子里面热热的呢 而肖若勤这边吸收完造化当后 实力已经达到半步金单 18岁就达到半步金单 足以笑傲21周的天之骄子了 当然这一切多亏了我大功无私 肖若勤随后拿起手中的长剑 开始修炼之前得到的剑点第二式 奈何现在的自己实力有限 还没办法完全掌握剑点第二式的诀窍 思虑一番过后 打算先回去找我请教一番 此刻的八师妹身体燥热 八师妹 你这是干嘛呀 这样不太好吧 你要冷静啊 师兄 师妹好难受 你就让师妹抱一会儿吧 话音未落 八师妹居然一把将我哭倒 看她这样子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 师妹 你必须要冷静 为兄可不是随便的人 迷里糊糊的八师妹打算将我的轻平剑挪一下 会防止八师妹一不小心将我变成她的姐妹 我连忙反抗起来 可一不小心将床脸扯了下来 而我的宝贝徒弟碰巧也在这个时候来 这场面怎么比之前九师妹来的时候还要射死 我连忙让我的乖徒弟不要走 快来救救为师吧 没想到两个姐妹花都喜欢强吻我 之前被妹妹强吻 现在又轮到了姐姐 我真的是太难了 面对如鸡四可的八师妹 我显然是有些招架不住 好在我的宝贝徒弟来得及时 也不知道你师叔是怎么回事 忽然就这样了 只见被捆绑着的八师妹嘴里还一直说着我要 而我也是一口雾水 可当我看到手掌这才反应过来 一定是刚才那个杜兜 那个杜兜绝对有问题 萧若琴一脸气愤地看着我 杜兜又是什么情况 琴儿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现在的重点是怎么解决你八师叔的问题 可没想到八师妹居然直接将裤子撕坏 这也太劲道了吧 萧若琴连忙捂住我的双眼 让我不许看 可下一秒八师妹竟然挣脱了束缚冲着我 眼看情况不妙 我直接将琴儿推到一旁 当她反应过来 又看到了曾经熟悉的画面 听什么 你们两个姐妹花都能强吻我的师尊啊 明明是我先来的 而我已经感觉身体完全被掏空了 可八师妹还不打算放过我 在一番激吻过后八师妹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差点就被自己的师妹给憋死了 看到琴儿生气我也是赶忙解释 琴儿只是在生自己的气 师尊对琴儿这么好 可每当看见师尊与别的女人有亲密之举 总是心中不悦 见状我抓起琴儿的手 打算带她出去散散心 而躺在床上的八师妹正在不断脑补 居然和师兄接吻了 会不会怀孕呢 而且妹妹好像也喜欢师兄 如果真的怀孕呢 宝宝以后是不是要管师兄叫爸爸 而我也在外面不停安慰着我的宝贝徒弟 如果一定要生气 还是身为师的气候 撒出来有一身心健康 你的心情也会更加舒畅 到了夜晚我和琴儿在不见风上 看着那美丽的月色 九师妹则躲在大树下偷看 可当她看到早晨栽的桃树 她瞬间就明白了 师兄这么做自然另有隐情 看来是我错怪她了 次月清晨 二师姐席轻衣的八百大寿 终于在剑中开始了 没想到吧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今天真是苏北的顶级修罗场 没想到二师姐席轻衣的八百大寿 不仅我的三个女徒弟都参加了 就连我的干姐姐也特意前来 二师姐正在台上唱着DJ 此时一名弟子比报 二长老 有墨家的来信 二师姐拆开来信 原来是莫里要拜入剑中 而我也带着我的乖徒弟前来给二师姐拜寿 当二师姐看到我来了 气得咬牙切齿 好你的老五 害我颜面尽失 看我一会怎么找回场子 可当她打量我一番过后 发现我居然已经达到半步练续的修为 我告诉宝贝徒弟 待会不管谁来挑衅都不许上台比武 萧若勤一脸不紧 师尊这是为何呀 我告诉她要韬光养晦 二十一周大比的时候 再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剑中震撼 所以现在要低调一点 此时剑中二长老戏 轻衣的八百大寿庆典正式开始 接下来由真坚挺给大家隆重介绍 东宗谷国墨家墨战党 星月宗宗主于红秀党 我的干姐姐一见到我就开始对我调戏起来 看弟弟在剑中过得不错呀 有如此爱徒在身边 难怪不肯去姐姐的星月宗 就在此时我大师姐突然出现 两人之前都互相不对 再加上看到于红秀特意穿着苏北世家前来 大长老这么清闲 还有功夫在这里管人猛 哪里有余宗主清闲啊 身为宗主还特意大老远地跑来给剑中二长老婆受验 场面也是一度尴尬起来 二师姐还是有些排面的 二十一周大大小小的门派几乎都来了 经过半天的争吵两人选择暂时休战 稍后继续 而就在此时南风古博如胜之女 李子军来了 萧若晴看到子军前来不由紧张起来 他没想到这个时候子军会出现 无二 你听说过这个李子军 萧若晴连忙解释 听说传闻他是如胜李秋之女 不而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 当我看到子军小姐姐全身红得发死的气韵 不由感叹这要是我的徒弟该有多好了 而李子军也注意到了苏北 他转头看向离去的苏北 师尊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一次我一定要送你归西 接下来就是二师姐独自在台上的表演时刻 没想到二师姐还是个卖霸高手 感觉他要是在剑中混不下去了 出去唱歌也是个不错的出路 而就在不远处 之前吴华圈那小子正在虎视眈眈地叮着我 看来是打算今天要找回场子 如今我苏北的威名已经传遍了21周 就连东风古国的灵皇后都对我赞赏有加 此刻末战见到二师姐走了 连忙上前碰杯 毕竟末离不日就将败入剑中门下 给女儿在剑中铺路还是有必要呢 随后二师姐端着酒杯开始了人际交往 一杯杯的美酒下了步 显然是有些醉了 老六这时走了过来 二师姐 好歹咱们也是一起面壁的交情 这面子得给吃地吧 可还没等习亲一答应 便被老六直接强行灌酒 你也不能让二师姐干喝呀 好歹给我吃一粒花生米呀 老六则表示 要什么花生米 下脚还得用酒 你看这不就下去了 可二师姐则想变探比武便喝酒 弟子赶忙传话 西长老发话言武开始 很快21周内的弟子便纷纷上台开始了装逼 炎阳宗吴时俊 金丹初七 请赐教 20多岁便是金丹 也算得上天之骄子 很快便有人前来应战 来人则是北风门的林破天 实力也是金丹初七 在针尖挺激情宣布下 比武正式开始 坐在宴席中的一名女子 似乎对这种小打小闹不感兴趣 而她正是东风鼓活林锦鱼 闻长老 听说贵宗有一位姓苏的长老 此人无论财气与修为皆是上上之血 甚至还佩戴剑宗至宝倾平剑行走世间 而林锦鱼的这番话却引来了 吴华却那个废物长老的质疑 林皇后说的是剑宗的苏北 财气确实有些 不过修为却着实不够看 听到吴华却的人敢嘲讽我 大师姐一脸不爽 但也没和这个废物过多计较 随后便和林锦鱼交谈了起来 皇后 剑宗却有苏北其人 在长老中排行第五 那边坐在屋顶之人就是我的师弟苏北 林锦鱼打量着屋顶上的苏北 他一脸不解 这个苏北看起来平平无奇 怎会深得皇上青睐呢 坐在最佳观战地点就是手 不二 你来猜猜他们俩谁会赢 根据萧若勤的观察过后 他认为林破天宫是虽猛 但吴时俊却守得游刃有余 所以带林破天体力不知 便可轻松取胜 正如萧若勤所料 没过多久林破天便拜下阵来 不愧是先天道体 看得真是透彻 过剩的吴时俊在擂台上叫嚣着还有谁 紧接着一名弟子便霸气登场 剑宗徐不败 特来讨教 与此同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苏长老 莫成一别 好久不见 不知道莫黎妹子此番前来 剑宗所为何事 莫黎随家父前来 一是观礼 二是拜师 前世的三名女弟子 今日终于齐聚剑宗 你以为左拥右抱是一种享受 但其实不是 这明明就是女足弟们的修罗场 当得知莫黎要前来剑宗拜师 我顿时提起了兴许 不知莫家小姐打算拜何人为师 家父的意思是拜系长老为师 听到此话旁边的萧若勤有些疑惑 前世莫师妹好像在招生之后拜师尊为师 这次怎么要拜别人为师了呢 可就在此时 莫黎居然单膝下跪 来到苏北面前 不过莫黎想拜入苏长老门下 苏长老盼到莫黎送的礼物了吗 没想到我苏北居然也会拜倒在女人的石榴群下 肖若勤见状赶忙打断了莫黎 师尊 你感觉那徐不败胜算如何 我也发现了宝贝徒弟的一样 看来是又吃错了 莫黎拿出自己调制的毒药打算哄跳我不下 但我也不傻 这水一看就不对劲了 我喝个屁啊 随后两人便相互阴阳了起来 其长老在剑宗出类拔萃 莫小姐应当听从令尊的安徒 不要擅作主张 肖小姐是怕自己最爱的师尊被我抢走了 没想到女徒弟的修罗场竟如此可怕 连我这个剑宗五长老都只能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就在这时一只可爱的喵心人跑进了我的怀里 喵桑你是谁家的孩子 原来这只小猫咪是南风古国李子军的 多谢先生帮忙抓住大白 大白总是乱跑 原来仙子的猫咪叫大白啊 要是这仙子跟大白一样扑到我的怀里该多好 这时之前的儒家大能走了过了 小姐不要乱跑 这里毕竟不是南风古国 尔游叔叔放心 剑宗会保护子军的安慰 我也不由惭愧的起来 不愧是儒门之女 连根干都是儒家大能 苏北啊苏北 看来这里子军注定与你无缘了 而身为辽妹高手的我 又怎么会青年放弃呢 于是迎诗一首诗词聊表心意 此去今年 应诗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 仙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子军真的很喜欢这首词 再次重逢 子军并当面请教 看着离去的气韵之子 我多少有点不识 毕竟那可是颜值中的天花板了 而另一边徐不败不负重望 拿下了剑宗首胜 胜出的徐不败 还不忘对着我溜续拍马 台下的各宗长老和弟子 也是议论纷纷 师尊 声明确起啊 不愧是苏长老 随口指点便能让人受益肥脐 我也是一脸猛逼 这也能扯上我 眼看我剑宗之人出尽了风口 那吴华雀的长老便开始搞事情 灵影 上去教他剑宗做人 吴华雀颖金丹中期 前来指教 徐不败剑来人 正是他们剑宗的死对头 二话不说便拔剑胎带 然而金丹中期的灵影 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只一招便完胜徐不败 身为气韵之子的萧若晴 实力到底有多强 修为只有半部金丹的他 只一期便将吴华雀 金丹中期的弟子秒杀 师父的尊严由我来守 有不服者 白战 此刻的内台上 吴华雀的灵影使出了一招 从天而降的长法 狠狠地拍在了徐不败的头上 只见徐不败蹊跷流血 身受重伤倒在了地上 这还没完 灵影居然脚踩徐不败 并嘲讽苏北在他师尊面前 就是个跳梁小丑 更是口出狂言说自己要打十个 就在此时一道熟悉的身影 向灵影走去 在末城之时 罗日天殿被我师尊一人一见所压 犹如丧家之犬 几天殿赶在21周 所有中门面前大言不惭 作为师尊的唯一弟子 剑宗肖若晴 半步金丹 请指教 看到我的宝贝徒弟想要替我证明 我十分感动 但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让他不要闹了 肖若晴抬头看着上方 师尊对秦儿的好秦儿全都记得 师尊真心受徒 不而彼此相报 随后霸气拔出妖间的长剑 不仅有先天道体 还有大道之气的加持 当真恐怖如斯啊 可即便如此 灵影依旧装逼 先天道体又如何 大道之气又怎样 半步金丹竟然敢挑战金丹七 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 见识两者之间的差距 可还没等他出手 便先吃了肖若晴一招快剑倒地 这时灵影才反应过来 刚才大意 没有闪 被激怒的灵影又使出了 她的绝招续云火掌 对着肖若晴拍去 只见肖若晴眼神灵力 丝毫没有要躲闪的意思 王道剑点 见二段山河 直接将灵影的续云火掌 劈成了两半 台下众人无不震惊 半步金丹竟然真的胜了 这要是入了金丹那环了得 能交出这样的徒弟 苏长老又起会是陆路之辈 大师姐也发现肖若晴 用的是王道剑 但不知为何他怎么会王道剑呢 难道是苏北这小子交的 师弟 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这个师姐不知道的 而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赢了就好 这败家徒弟吓死为师了 这下轮到肖若晴装逼了 只见他满血满蓝 在比武台上叫嚣道 师尊的尊严由我来守护 有部署者上来一战 这一次我的宝贝徒弟 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半步金丹修为 力压两名吴华雀金丹七弟子 真的是当众打吴华雀 这些废物的你 除了这群卑鄙小人 居然偷袭我的宝贝徒弟 既然如此便 由我这个做师尊的出手找回场 刚调打完领影吴华雀 就又派了个金丹后期的胡骏上场 真是不要脸啊 金丹后期打人家半步金丹 胡骏一上来就使出 吴华雀的上城攻伐火龙术 而震怒火烧身乃是火龙术第三世 就连寻常金丹巅峰都挡不住 只见萧若勤紧闭双眼 这一世 我要陪师尊走过断剑山 去一趟平西郡 路过春山府 翻过楚皇山 台下的大师姐惊呆了 这是剑二 这才过去多久怎么可能领悟出了 只见萧若勤一招剑二 只若出剑 就将胡骏这个废物 狠狠击飞到了擂台下方 半步金丹连胜两名金丹 当真恐怖如斯啊 送给萧若勤两个字 牛逼 而我也因大徒弟勉强领悟剑点第二世 获得6800倍反馈 解锁脂若出剑的极致 刹那芳华 真不愧是我的宝贝徒弟啊 师尊爱你哦 旁边的莫离气得咬牙切齿 他不解萧若勤这一世怎么会这么强 而且还修炼了剑点 到底凭什么呀 被打脸的罗日天恼羞成怒 决定启动地计划 就在萧若勤未取得获胜而窃喜的时候 吴俊这个废物竟然搞偷袭被刺萧若勤 乌华雀之人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只见我立马飞身就场 直接将吴俊这个无耻之徒干翻在地 看着受伤的宝贝徒弟五心痛不女 老子还没找罗日天算账 没想到他却先狂废了起来 竟敢指责我公然干涉小辈比武 身为长老对弟子出手 你到底有没有把吴华雀放在眼里 没想到此时二师姐竟然站了座 罗长老这是要代表吴华雀 砸了喜某的寿宴不成 该说不说二师姐有事真上 喜长老 苏北重伤吴华雀弟子 今天必须要有个交代 不然我吴华雀可不会善罢甘休的 既然苏长老伤我弟子 身为师尊 为徒弟打抱不平也是合理的 所以我要跟苏北切磋一下 台下的大师姐和三师兄 也不知如何是好 只有林景宇想看一下 这场好戏接下来的发展 只见我抱着我的宝贝徒弟走向擂台 秦儿今日你已经做得很好 为师为你感到骄傲 接下来为师给你看一朵 更好看的莲花怎么样 我将秦儿交给大师姐 让她帮忙照顾一下 随后从腰间掏出清平剑 防缓走向擂台 赶伤我的宝贝徒弟 今日我势必要让你付出代价 本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和你们相处 但竟有人敢欺负我的宝贝徒弟 竟然如此不装了 我是主角摊牌了 怕我将二刹内芳华一剑斩枝 只见我手持清平剑 缓缓走向演舞台 台下的儒家大门认为我此战必败 毫无胜算 可李子军却不这么认为 反而满眼期待地看着我 此刻的罗日天在台上十分叫嚣 苏长老 没想到你竟敢直面罗某 化神的实力终究要辱莫清平剑的名气 我满脸不屑 完全不把他这个跳梁小丑放在眼里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今天是必要让你为我徒弟的伤势付出代价 台下的师兄弟也在为我担忧 虽然突破了半部练须 但对手可是练须中期啊 还是打不过呀 可最担心我的还是大师姐 我的小北北你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反观于洪秀则是一点都不紧张 你的宝贝师弟可是河道巅峰呢 我碰上都得束手救秦苑军改部 此刻的我将灵气汇聚于清平剑 苏某在墨城能一剑压的你不敢向前半步 今天这里可是我的主场我依然可以 罗日天剑状也摆好架势 既然苏长老入戏太深 该配合你演出的罗某也要尽力表演吧 朱宗长老都在这里 今日看看到底谁才是跳梁小丑 台下的针尖亭也正在卖力讲解 罗长老的火龙借助太阳之势 隐隐有河道之威 苏长老也不甘示弱 向前踏出了第一步 只见我一个剑步便冲着罗日天袭去 身后无数莲花为我开路 火龙在我的莲花面前完全不够看 罗日天急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打算用出全力一击将我秒杀 面对熊熊烈火我没有一丝退意 罗日天眼看我被他的火龙吞没又狂飞了起 区区半步练须也敢对无华雀不尊 这就是无华雀的实力 话音刚落 我便一个闪现出现在他的身后 一交界二刹奈芳华完胜于他 此刻的罗日天跪在台上不敢相信这一切 随后音声倒闭 这三牛逼的战力也是惊呆了台下众人 这是半步练须 这下总算轮到我装逼了吧 各宗的长老纷纷谈论起我的实力 苏长老这一剑怕是在场诸位 都没有把握能接得住 这一剑颇有当年天下剑宗的风采 我来到宝贝徒弟的面前 怎么样 为师刚才霸不霸气 世尊刚才帅极了 随后我便带着宝贝徒弟回不见风了 大师姐看着我离去的背影 看来晚上有必要和我这师弟好好谈谈了 回到不见风后 我赶忙询问起宝贝徒弟的伤势 我感觉好多了 多谢世尊关心 就在萧若勤想和我说莫离之事 我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世尊 你这是怎么了 没想到还是让你看到为师狼狈的一面 本以为这一世的莫离将不会败我为师 但没成想带着前世记忆的他依旧选择了我 我的好托儿 你这是要搞哪出啊 就是可怜我的二师姐了 师姐人家也不想和你抢 但送上门的徒弟我也不能不收吧 此刻的我因为刚才对战导致葬死全无 进来进断 萧若勤本打算将自己的灵气输给我 但一想到我还没有教过他 要是现在出手定会对他其暴露身份 可现在的我伤势愈发严重 萧若勤心痛不已 管不了那么多了 师尊意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就在他打算出手疗伤的时候 九师妹来了 别乱来 我有办法 师妹 你怎么来了 你不生气了 九师妹拿出大环丹给我服下 我看着九师妹的脸颊顿时感觉伤势好了一大半 随后师妹便开始为我灌输灵力疗伤 一旁的萧若勤在旁边呆呆地看着 九师叔是来给师尊疗伤的 绝不是有私心 经过九师妹的灵力灌输 我的伤势也得以管紧 看着一言不合就要离开的九师妹 我连忙起身抓住师妹的手 师妹 桃花要开了 到时候来度见风 我们一起赏花吧 此时烟花齐放 气氛也烘托到了极点 师妹一脸害羞 嘴角微微一笑 好的 师兄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 师妹这应该是原谅我了吧 不想啊 我转头看向宝贝徒弟 烟花一放 擂台应该彻底打完了 我们回去吧 师尊 九师叔是先人 离开不见风却用短的 他是在等你开口啊 此刻的二师姐站在擂台上说道 诸位 今日不仅是喜某的受戴 更是有喜上加喜的好事 老六于是在下面调谈道 二师姐 你终于要嫁出去了吗 下方的朋友轻点打 老六只是喝多了 酒后胡言 大家莫要当真 今日 其实是东风古国墨家 墨战之女 即将败入我建宗 台下的个宗道友都在讨论 墨离将会拜建宗哪位长老为师 那还用说 西长老提的肯定是西长老了 二师姐心中暗爽 老五那徒弟也就是有个先天道体 我若是收个墨离 照样压他一头 西长老所言非虚 我女儿墨离今日确实要拜入建宗 随后便问墨离打算拜谁为师 墨离还没说完要拜谁为师 二师姐便一脸自信 极不可耐地摆起了手 不必拘礼 以后都是师徒 可话音未落 墨离便看向另一边 墨离 请苏长老收我为徒 一不小心竟然看见了 东风古国皇后洗澡 遇见事情不要慌 其实我什么都没看到 本以为墨离将会拜二师姐为师 不料却对我情有独钟 笔手柱兜 红色气韵 真是让我头疼起 到底要不要收下它呢 毕竟是红色气韵多多益善 大不了以后用我的真诚打送它 夜风有些凉了 徒弟快快请起 我的好师尊 这一世看我怎么好好玩弄 而我也应收墨离为徒 获得随机奖励物品 至宝寒谭玲珠珠和仙子 穿过十次未洗的柱兜 一夜神奇的纸和真诚的 演艺品情包 你即使靠泳装 我对徒弟也十分大了 毕竟他们提升实力 我便能获得万倍反馈 于是我便赐予了 莫离一枚造化单当作拜师礼 各宗长老和弟子 都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旁边的萧若勤 有些失落和担忧 他能察觉得到 莫离并没安什么好心 师尊已经不是上一世 那个师尊了 我不会让你对师尊 图谋不轨的 随后我便将莫离 拜师和造化单一样没落下 莫离则是装傻作为回应 这可让萧若勤更加不爽 指责他就是吃准了师尊的性子 知道光明正大下拜师 师尊是不会拒绝的 可最让萧若勤不解的是 莫离为什么要拜苏北为师呢 论地位和修为都不如习长老 但我绝不允许你对师尊图谋不轨 莫离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不过早我几日拜师 在这里装什么师姐 师尊说我为徒 难道还要经过你允许吗 师姐可真看得起自己 我拿出获得的系统奖励 最让我感兴趣的 还是这个连我都没接触过才智的渡动 我必须要仔细钻研一番 方能让苏北秘密早日问世 当然了还有这枚寒潭玲珠 此物泡入寒潭 可生玲珑气 滋养五脏六腑七斤八脉 若是多多吸收玲珑气 以后再使用剑二和王道剑 就再也不会伤身体了 随后我便前往寒潭准备修炼 可我刚落地便发现岸上有件衣服 这好像是那个东风皇后的衣服 难道说她在这洗澡 而这一幕也恰巧被正在洗澡的林锦鱼发现 我连忙解释 苏某不知皇后在此 无意冒犯 还请见谅 苏某这就离开此地 苏长老为何到此处来啊 苏某只是想要来此处寒潭修炼 那苏长老刚才可曾看见什么 虽然我看得一清二楚 但这种事情我又怎会傻到承认呢 还好刚刚获得了真诚演艺表情包 其实我刚看到皇后在这 便已经转过身去了 真诚才是唯一的必杀技 虽说林锦鱼原谅了我的过错 但我无意间带回的杜兜竟被大师姐发现 这下完了 我的变态癖好宗门几乎人尽皆知了 在真诚演艺表情包的帮助下 林锦鱼也相信我所言非需并没看到她洗澡 于是警告我不希望此事被第三个人知道 不然下场你懂得 今日幸好有表情包救命 要不然肯定会被东风皇后给拿了 就在此时我突然发现手中好像拿着什么 我靠 难道是林锦鱼的杜兜 完了 这下彻底解释不清楚 但皇后宽宏大量应该不会计较这种小事吧 跪以防万一我还是赶紧趁她老人家不在 偷偷放回房里去吧 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哪个杀千刀的竟敢拿本宫的杜兜 无奈的我也只好先回不见风了 违京之计只有死不承认才能保全皇后和我的亲月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 我苏北也没有拿杜兜 可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早早到来的大师姐看在眼里 当大师姐看到我手里的杜兜也是一脸惊讶 北北啊 你就算是在喜欢杜兜偷自家的也没关系 可你这带着凤凰的杜兜可拿不得呀 我赶忙将杜兜藏了起来 什么杜兜 师姐不会是看错了吧 随后我便开始转移话题 询问大师姐此番前来所为何事 之前找的那一百个剑宗弟子 舞蹈练得怎么样了 而此刻我的眼里都在师姐的大长腿上 挺好的 特别好看 大师姐一脚将我踹飞了出去 你最好说的是舞蹈 师姐 人家当然说的是舞蹈了 放心他们都很努力的 大师姐吩咐我再给他们准备一些我量身定制的衣服 能为妹子们效劳我自然不会拒绝 随后我便拿出刚获得的寒潭玲珠和几套泳衣送给大师姐 毕竟拿人家手短 这样大师姐就一定会为我保守秘密 忘了告诉师姐 和这玲珠放在一起的衣服 想必得穿上才能发挥效果忧 今天就放过你了 明日一同去宽送个宗门 次日清晨 一大早我便看到晴儿在院子里练功 夜惊于晴荒于膝啊 真是不错 就是我另一个宝贝徒弟怎么不在呢 师尊 莫黎师妹也许还在睡觉呢 于是我推开屋门打算叫她起来练功 没想到莫黎做梦都在叫着我的名字 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 可就在我轻轻戳她的被子的时候 莫黎突然从睡梦中醒来 一把匕首瞬间出现 这特喵的睡觉还带着匕首 这也太厉害了吧 当莫黎看到来人是我 又变身小野猫 师尊是来叫人家起床的吗 想不到在修仙界也有抄袭 果然不管是什么东西火了 都会出现一群跟风者 本打算叫我新收的乖徒弟起床 却差点被割了荔枝 可当莫黎看清楚叫她起床的人是我 竟然将被子丢到了一旁 还没等我欣赏完就被秦儿一把捂住了双眼 师尊 不许看 萧若勤连忙让莫黎穿好衣服 大早上的给谁看呢 莫黎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阴阳起了她这个师姐 给谁看 难不成还是给师姐看了吗 人家才来一天师姐就什么都要管 师尊都没说话呢你却先急了 我这俩宝贝徒弟真是让人不省心啊 一大早火药味就这么浓 我连忙站了出来阻止他们两个继续争讨 偌大的二十一周 败入同门这就是缘分 看你们两个都知道错了 那就握手言和吧 听说师姐为了给灭门的家族报仇而努力修仙 师妹真是拍马屁都赶不上呢 师妹天资卓越 哪里需要努力 就是希望以后不要因为舔刀口把自己送出去 随后我掏出戏成奖励的衣服送给这两个宝贝徒弟 萧若勤一把抢过衣子 秦儿多谢师尊 是单给我一个人的 还是别的徒儿都有了 为师我向来对徒儿一视同仁 你师妹自然也是有的 女人这该死的极度心啊 就在此时李子军的保镖突然到访 并拿出李子军的信件交给了我 随后便告辞离开了 萧若勤和莫离纷纷猜想为何子军会给我写信 秦儿认为子军是想拜我为师 就是不好意思亲自说出口 莫离则认为是看我文质彬彬 对我暗生情愫想要做我的老婆 就在我拎着这两伙宝前去欢送个宗门之时 一名新月宗弟子鸡猫 苏长老 各大宗门抄袭严重 阁主请您前去商议良策 刚来到议事厅便被两名姐姐调气 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 随后于红袖便将盗版临近西数摆在桌上 现在无论新月宗发行什么内容 都会被他人一个字不落地复制过去 若是在放任 不管怕是百姓连哪个是首发的都不知道了 我完全没有将这些不入流的家伙放在眼里 随后提出了我的看法 红阁的不场能力绝非普通宗门能轻易追上的 而且21周的宗门未必能像红阁一般容易探听各种消息 之前说过的会员制现在可以提上日程了 让21周的人自由发声 大师姐不理解难道这样就能避免抄袭了吗 我告诉他们抄袭永远无法杜绝 但我们的创新能力和布局水平一起绝尘 如果他们用抄袭版的成本比用正版高 体验也比正版的差 何愁新月宗不能脱颖而出呢 词我都已经想好了 就叫21周明月夜 满天星抖入星月 八师妹竟然跑过来说怀了我的孩子 要让我为她负责 我去这都什么和什么呀 此时我正在和大师姐还有我的干姐姐讨论刚才的词 21周明月夜 虽然想量但不够文雅被淘汰 而就在此时林景渔突然到访 本宫今日前来 是想请一位长老陪我四处转转观赏一下剑宗 我人直接麻了 这不明显冲着我来的吗 没成想着林景渔今日直接点名要我陪她 就在我打算出言句句 却被大师姐一把拽起丢给了林景渔 师弟 好好带着林皇后在咱们剑宗转转 你的徒弟就由我来带 你不必担心 刚一出来林景渔便直奔主题 问我昨晚在寒坛可捡到什么东西 我直接装傻表示自己从未去过什么寒坛 本宫昨日丢了一件衣服 若是还给本宫 一切既往不救 我也不是傻 这种事情怎么能承认呢 林景渔似乎猜到我打算咬死不认账 她搞不懂的是为何皇上会垂青一个偷衣贼呢 于是便问我和皇上有交情 而我连他们东风谷国的皇上都没见过 又怎么会有交情呢 这就奇怪了 皇上经常提起你的 可能是我的威名已经传遍了整个21周的缘故吧 林景渔见状也从我嘴里套不出什么话来 便让我先行退下 自己一个人走走 很快她便来到了喜剑池 这是千剑观音的女子们正在努力练习舞蹈 而这千剑观音也是深受林景渔的喜爱 女弟子们看皇后来了纷纷参拜 林景渔问他们这个舞蹈是谁的主意 为皇后娘娘 是苏长老看我们各有缺陷 休闲无望 赐我等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 又是苏菲 莫非皇上欣赏的是这份对弱者的温柔 另一点九师妹感叹着以后 要能住在不见风就好了 这样不仅能方便照顾桃树 更能离师兄更近 而我也终于逃脱魔爪 回到了我的不见风 差点就被皇后给摘的荔枝 还好我够机智 随后我打开子军给我写的离别信毒了起来 可就在我细细品毒的时候 八师妹突然来了 师妹 这什么情况啊 刚答应九师妹和他一起赏花 不料金被姐姐拦下药物负责 只因八师妹以为亲嘴就会怀孕 当我听到八师妹怀孕十分惊讶 师妹 你可别乱说呀 我们什么都没干怎么会怀孕呢 八师妹小脸通婆 师兄 你个渣男居然还不承认 那天你明明亲了人家难道你忘了 我连忙向八师妹解释接吻是不会怀孕的 我不管 你害我担惊受怕了好一阵 我俩的对话也被躲在树后的九师妹听得一清二楚 为了补偿八师妹 我邀请他明日上元节一起去逛街 九师妹一脸气愤 呆死 居然都开始约会了 而这时八师妹突然对我说 妹妹他好像喜欢师兄 你明日和妹妹一块去吧 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听到此话九师妹无奈地叹了口气 多谢姐姐好意 可惜妹妹没空啊 妹妹还要照顾桃树 八师妹见状很是担心 现在妹妹都听见了 她会不会生气 我告诉八师妹她只是嘴硬巴 而且她以后也不会再生气了 明天就和师兄一起去上元节吧 我回到不见风打算包点饺子汤圆过元宵 也不知道我那两个宝贝徒弟爱吃什么 而我刚一进屋便探到他们俩在大大出神 谁也不服谁 女生打架果然不是你死就是我搏呀 我怎么就摊上这两个活宝了呢 为师是怎么交代你们的 鸿门之间要互相关照 友好互助 同单共体 正所谓一根筷子容易折 一捆筷子掰不断 谁知他俩竟张着我的面又拆起了台 掰不断的是他境界不够高 某些人恐怕一根筷子都吃不消 而他俩这次是真的惹怒了我 我告诉他们俩窝里都算什么本事 想打架21周大比的时候 拿不到前三就别回来见我 饿着肚子回来都被你们俩就气饱了 萧若勤一脸难过 完了 师尊好像真的生气了 不 师尊只是饿了 而我也后悔让他俩待在一块 现在就这样 以后岂不是什么都要争 万一两个徒弟都爱上我 到时候还不得把我劈成两半 此时两人端着汤圆前来道歉 师尊 别生气了 吃汤圆 虽然外观正 气味香 但总感觉不该吃呢 毕竟是徒弟们的一番心意 不吃起不是让他们含了心 该说不说这个手艺还是可以的 我告诉他们明日我要出门一趟 为剑娘他们采购义务用品 让他们两个在家好好待着别打架 师尊 听说上元节可好玩了 秦儿也想和师尊一起去 行吧 那就一快去 莫离在不见风好好修炼 其实我就是怕他俩在一起 将我这不见风给毁了 本以为是和师尊独处的上元节 没想到居然是三个人的电影 此刻的肖若勤一脸开森 只有我和师尊两个人一起逛花灯 莫离则是在旁边偷笑起来 肖若勤问他在笑什么 莫离直接回答他一句 现在笑都不让笑了吗 一看师妹就是极度 我能和师尊一起逛花灯 说完店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此刻的不见风只有莫离一人在家中 莫离见状从怀中掏出见点 这见点是真的呀 肖若勤练的也没问题 到底哪里出了偏差 莫非是我的轮回改变了一些事情 又或者是肖若勤出见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摸剑 如今轮回重生定要好好玩弄他们 现在的不见风变化真大 没想到还多了一片逃灵 或许是时候再仔细看一看剑宗了 今日的肖若勤是一脸开森 还问我他今天和平时有何不同 除了打扮得漂亮一点 樱花胭脂抹得相得益张了一点 也就没什么了 这是我等待多时的八师妹终于来了 小琴也要跟着一起去吗 肖若勤麻了 说好的一起独处逛花灯呢 看来是琴儿自作多情 打扰世尊了 琴儿这就回去 我一把抓住要逃走的肖若勤 为是不是和你说过了吗 这次是去采买千剑观音的衣物 不是去逛花灯 不光有八师妹 还要去剑池找剑娘呢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 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很快我们便来到洛雪城 街道上嘻嘻嚷嚷流微热闹 这是一群人上前来推销手中的盗版宁静 我打量着各个宗门的盗版宁静 这宁静不是很火爆的吗 为何到城门口叫卖呢 原来星月宗突然搞了一个推篮 将这些盗版打压得毫无存在感 我嘿嘿一笑 不才正是在下的手柄 师兄 那个主意不是你出的吗 师尊 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啊 这可不能怪人家 一群山炸火 只知道拿别人的东西来卖 被挤出市场是迟早的事 而我所研发的正版深受大家喜爱 不仅广告打得牛的一批 就连我这福利都给大家整个明明白白 正版不古 天理难容啊 萧若勤此时更是对我佩服不已 这就是师尊真正的谋略能力吗 真的是太厉害了 就在此时一名老者突然说道 这位姑娘 你命中似乎有大劫难吧 没想到我苏北的名声 已经传到了南风谷国的儒子耳中 就连儒生之女都对我爱慕已久 想拜我为师 只是在大街上闲逛见被算命的老头拦下 说我徒弟命中有劫难 我连忙上前 请老先生也给我看看面相如何 而我作为老头今日指点迷津的第131名道路 我的劫难居然比宝贝徒弟还大 我连忙掏出金子准备破财免灾 老头见状连忙吹嘘起了剑宗 说我命中劫虚命中间 剑锋所至无劫难 想当初那剑宗苏长老一剑鸭的吴华 却奈罗日天故得寸进 随后拿出名帖让我去找剑宗苏长老罢解此劫 我看着手中的名帖一脸开森 想不到墨城那个老头还真把事办成了 逛了一天 妹子也是十分开心 只有琴儿看起来有些闷闷不乐 琴儿问我们要不要去猜灯迷 我告诉他时间不早了 挑好衣物就该回去 就在此时一道声音传来 敢问几位可是参加上缘诗会的 从这位如此口中别知 原来是南风谷博的尔夏到此 恰逢上缘节 故此办了诗会 若是做得好 引发天地意向 还有机会被尔夏先生收为徒弟 此时李渔真辉 男子见状猜测定是尔夏先生出手才有如此文采 就这场景还难得见到 苏长老寄到此处 何不上楼一续 而此人正是南风谷博如生 尔夏 本想拒绝邀请 但奈何这老头十分迷恋我的文采 非要邀我上来喝杯茶 既然如此就只好给他点面子 苏长老名声在外 不知可否为这些如此指点一二 师资邀你去空长湖 子君想拜你为师 今日便是考笑之日 看你到底有何本事 下面的如此也是等不及 要听我的传世之作了 既然如此太过谦虚 就显得我装逼了 苏某不才 谈不到指点二字 不过上缘时节 倒有一首诗词奉上 顺便也验证一下自己 究竟有没有说过那首诗 唐诗三百首放深 做诗我张口就了 而且没首诗必赢的天地一响 这也令尔夏先生佩服不已 最后一句众里寻他千百步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栏山处 更是让身后的萧若勤响入飞飞 灯火栏山处的那人是在说我吗 随后我便向尔夏先生 打听起李子君是个怎样的人 子君小姐带人接物俱事温柔 近来也很是崇拜苏长老 总是迎送苏长老的大作 近来是多久 若问具体时日 大概是一个月前吧 一个月前 好像是我刚收萧若勤为徒的时候 没想到竟然有人敢袭击南风谷国李子君 夜晚 耳游保镖正在护送李子君赶目 耳游叔叔 还有多久到啊 过了前面的镇北关 就到了南风谷国了 可就在此时一股黑色煞气突然袭来 何方萧小在此造次 速速退去我便既往不救 只见上方出现了一名飞衣人 手持长剑便对着李子君袭去 当他看到来人手指所戴的那枚戒指 好像发现了什么 尔游先生 在下只是想请紫君小姐做客 还是不要多事为好 我家夫子念你心切 先生为何不亦同前去如门下请点呢 黑衣人见状 既然你冥顽不灵就别怪我出手了 只见黑衣男子欲空而立 悬光 现 而光头保镖也不甘示弱 一方顿员 虽然不动 只见两股能量碰撞在一起产生的巨大爆炸 有点意思 我是那个老家伙还是有点门道的 不过没关系 在下年轻力壮 你这老头总有力竭的时候 随后命令手下结证 苦海度饿 尔游先生 别硬撑了 如手才给你多少 至于这么玩命的吗 下一鸟牛车被当场打翻 可怜的小牛牛 辛苦拉车就算了 还被无情击飞 本来没打算对你这老头怎么样 但你不听劝就不能怪我了 就在他二人即将被打了的时候 非衣男子居然被人从后面偷袭 而约 你竟敢坏我好事 邪魔歪道 此有余辜 一套丝滑小莲招便将那些袭击者打的是落荒而逃 非衣男子人麻了 李小子不讲武德 师兄 刘伯口 可话音刚落被抓的非衣男子便咬蛇自尽 讨狠的子之啊 多谢师兄出手相助 方才化解此次危机 耳渊淡然一笑 是尊命我去到玄天取一服穷水 恰巧途中路过此地 感应到失地令还破碎 刻意前来相助 还好来得不算晚 没想到九师妹竟想对我霸王应上宫 而她的这个命力却无意间对我的宝贝徒弟发现 被解救的李子军连忙向两位叔叔道谢 随后询问其他二人可曾见过这样的戒指 很遗憾的是两人未曾见过 那两位叔叔可曾听闻过吞天魔宫 吞天魔宫不是苗疆一族用来炼鼓的吗 可那名炼具男子并不像苗疆中人 就在此时精灵城主带着人前来接应 李子军决定先在精灵城内休养生息 等而由叔叔伤好再出发 他看着手中的戒指 猜测袭击他的人可能是南风的人 另一边得到剑点的莫离正在努力修炼 而他也好不容易突破到了筑基 就是这么久言始终不得见一的精髓 此时他突然发现九师叔鬼鬼祟祟 他去师姐的房间做什么 原来九师妹来到肖若勤的房间 是打起了肚兜的主意 明明是人家的尺寸 他穿着翩翩正合适 换上新缓皮肤的九师妹心中窃喜 这样子师兄一定会喜欢的吧 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 看你往哪跑 而这些都被躲在窗户外的莫离看在眼里 师姐呀师姐 平时看着比谁都正开 其实心里巴布的每天和师尊交流短情 倒是九师叔想干什么呀 接下来莫离便一路跟踪九师叔来到了藏剑阁 他没想到 这里竟还有九师叔要学的功法剑招 忽然九师妹好像发现有人在盯着他 当他回头看到的却是莫离在一本正经的看书 很快九师妹便将所看的书籍放回了原处 然后急匆匆地离开了 莫离见状捏手捏脚地翻着起九师叔刚才看的书籍 很快便被他发现了 随后莫离便看起了小费曼 九师叔偷渡都在先 看小费曼在后 莫非九师叔要对师尊霸王硬上弓 另一边结束采买的我们正在挡回剑中 忽然发现旁边的草丛有动静 当走近看去发现好像是在哪里见过的煞修 又是你们这群煞修 快说是谁指使你们的 黑衣男子倒是明汉母 直接握着我的长剑一剑封喉 选择了自我了解 而这也令我感到了一丝担忧 如此可爱的美女不利 竟无时无刻都在想如何才能送师尊归西 八师妹从黑衣男子中发现了一枚令牌 在我打量令牌一番过后并没发现什么 这事剑娘似乎有话要说 于是我便将手中的令牌交给了她 上次和九师妹遇到的便是这股组织 也是同样的手法 剑娘则拿起手中的吊坠 看来这应该是个保命的道具 就在苏北继续寻找线索之时 这事系统突然提示二徒弟成功突破助击境界 获得万倍反退 诉主境界提升到半步反须 并额外获得十只沙漏 很快几人便继续赶路返回宗门 和剑娘告辞之后 苏北打算先去找大师姐沟通一下 大家得知剑娘一起和苏北去抗花灯 真是羡慕不已 剑娘表示为了不辜负苏长老的期望 大家要努力训练争取在圣地招新大典上大放异彩 很快苏北便拿着唐人来到大师姐的住处 大师姐询问苏北这次怎么主动来找他所谓和事 苏北拿出所获的罐子 师姐请看 这就是上次将九师妹重伤的那个组织的手段 亲子气 竟然将别人的天赋抽离出来 真是可恶至极啊 正好在圣地招新大会上告诉圣女 应该会有些线索 并嘱咐苏北这次圣地巡礼不同以往 两国皇帝都会参加 而且还有天下第一宗仙台的鄙视 所以绝对不可逞强 苏北也不傻自己只想安安心心平躺 面子什么的都不重要 于是报告完成后便回不见风了 此刻的苏北一脸享受 躺在场椅上还有宝贝徒弟亲自投喂 真是羡煞我已 苏北提醒莫离如今他已达到助击 接下来做好准备便可吸收造化单了 修炼上有什么不懂的就跟维师讲 维师自当倾囊相受 随后便一脸睡意地回屋睡觉去 莫离看着师尊离去的背影 师尊 晚上做得好梦 今天徒儿就送你归西 刚进屋便发现萧若勤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为何一副杜兜被偷了的表情呢 萧若勤支支吾吾地对苏北说道 师尊你能不能把杜兜还给徒儿 苏北麻了 虽然之前拿了许多杜兜 但这次真的不是自己拿的 萧若勤告诉苏北上次在墨城买的杜兜 不知道被什么人偷了 就是这种款式的 那你也不能把这事赖在为师头上吧 苏北于是一把抢过萧若勤手上的杜兜 徒儿放心 为师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 一定会查出那个无耻之徒的 回到房间的苏北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这是我们的九师妹拿着一株能使练须 都可以放倒的花朵来到房间内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九师妹终于下定决心 点燃了那株花朵 燃烧后的花朵散发的迷香 一点点飘进了苏北的房间 可就在这时一柄匕首 突然出现在苏北的国警处 原来是茉莉打算在此时送苏北归西 但看茉莉的样子似乎也中了迷香 想必这次要陪了夫人又折兵了 一直想送自己归西的美女足弟 今日竟主动投怀送到 在屋外等了半天的九师妹 感觉刚才的迷魂箱应该起了作用 于是便肆无忌惮地走进了苏北的房间 可不料苏北竟在这时醒 而这时九师妹早已不见了综艺 苏北看了看手中的发脏和衣服 师妹啊 你这又是何苦呢 九师妹躲在树下内心粉饰无语 这次实在是太尴尬太丢人了 而这时苏北也找到独自发呆的九师妹 刚要解释却被九师妹拦下 师兄 我们今晚都不太冷静 苏北见状也只好作罢 随后两人便在不见风赏起了月 而另一边逃走的茉莉满脸不甘 为什么九师书天要跟自己挑同一天 随后发现自己的发脏好像掉了一个 一大早萧若勤便询问起 茉莉为什么一脸疲惫的样子 难道是没休息好 茉莉但当回了她一句 彻夜修炼所以才没休息好 萧若勤让她修炼也要注意身体 你看你现在站都站不稳 茉莉则是满不在乎 师姐昨晚倒是睡得很香嘛 虽然什么都不知道 萧若勤一脸不爽 真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关心你干什么呀 这时苏北出现让他们好好修炼 明月和维师一起启程去胜地 这次圣上交心大会 不知两大皇朝的皇帝都会观礼 甚至还有灯仙台 这时苏北突然注意到 茉莉的手心被划伤 于是连忙上前询问怎么搞的 茉莉则是尴尬一笑 这是徒儿对师尊爱的象征 苏北轻轻一点便将伤口归字 以后受伤了就和为师说 多向你师姐学习学习 人家一个月就半步金丹了 苏北叮嘱他二人到了圣地都安分点 别给他添麻烦 接下来就自行修炼了 别的徒弟对师尊都是毕恭毕敬的 为什么我收的徒弟都这么奇葩呢 还是师妹对人家好 还给桃树交水 就是师妹昨晚落下的发簪 要不要现在还给他 他是宗门最受欢迎的长老 不仅师妹对他清新已久 就连一直想要取他性命的徒弟 都被他拿捏 苏北此时正在考虑 要不要将发簪交给九师妹 可没想到下一秒 便直接将师妹壁咚到桃树下 语言 你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师兄好像是变了个人 可这不就是人家想要的吗 但待有的矜持还是要有的 随后便要给桃树为由挣脱苏北 随后两人便在树下闲谈了起来 与此同时在房间修炼的莫里 经过近几日的努力修炼 终于提升到了助级巅峰 不仅如此近还领悟到了一丝智威之境 虽然只有一丝 却也难得了 如今莫里身体内的杂志都被逼了出来 打算找个地方好好洗个澡 不知这一世的东风皇帝还会不会失踪 不过有了智威之境的法 对21周大比的冠军是势在必得 苏北这边也因莫里的突破获得了万倍赏魁 自身境界提升到了练须初期 并获得极致之威之境和致阳之脉 还有一次十连抽当作奖励 苏北当即就动用最新获得的技能致威之境 通过此技能即便万里开外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不妥妥的显微镜吗 而致致阳之脉似乎也有些不寻常 即便是在这寒谈之中他都是浑身暖意 就在这时莫里竟然也来到寒谈泡澡 接下来的画面不太好看 但我们直接掠过 另一边刚睡醒的萧若琴也打算过会儿去泡个澡 然后和苏北出发前往圣地 如今他体内灵气越来越充盈 过不了多久应该就能突破到金丹了 可他刚一到寒谈就碰到苏北和莫里在坛中修行 萧若琴连忙让莫里赶快从寒尺村 并且他还发现苏北送给他的衣服 好像和莫里身上穿的玉模一样 看来是徒儿自作多情打扰世尊了 堂堂建宗风流长老 金与静再次碰到吴华却来找他 此时剑宗弟子们正在前往去圣地的路上 这时肖若琴问苏北圣城乌托邦还要多久能到 苏北告诉他少说还有一天 你看看你师妹 人家偷思摸空的修炼 你却在这摸鱼百难 不二啊 前人所悟中有定势 剑点的奥妙便是千人千剑 各有剑术 所以你要努力修炼争取悟出自己的感悟 为师先去找你九师叔聊会天 很快苏北便来到九师妹身旁 只见九师妹心神不宁 原来是担心不见风的桃树无人照顾 好在辽妹高手早就让吴协去照顾 随后拿出发簪打算交还给九师妹 师妹一脸害羞 这是送给人家的吗 什么叫送 这本来就是你的 拿到发簪的九师妹一脸开森 直接便整理了下秀发将发簪戴上 这一切也都被八师妹看在眼里 八师妹留下激动的泪水 妹妹 你终于笑了 姐姐好开心啊 可就在此时无华雀的非洲突然靠了过来 几人一跃而下来到了剑宗的非洲上 为首之人正是无华雀大长老 凌然 听说剑宗苏长老一剑翻了罗长老 真是好本事啊 看这架势似乎是要来找回场 这时我们的苏北也打得过来 见面就已施压人 这便是无华雀的做派吗 当凌然见到苏北本人还是有点小惊讶的 能以炼须初期的实力一剑胜了罗日天 不愧是清平剑的掌握者 二师姐没想到苏北这小子 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突破到了炼须 本来到苏北身旁并暗中出手 打算震慑一下苏北让其交出罗日天 可苏北又岂会是软柿子任人拿捏呢 罗日天伤了本长老的徒弟 岂能说放就放 凌然见苏北如此不识抬举 于是出言威胁 见宗是要同我无华雀过不去了 红为名门 有什么过不去的 五百万灵石便可将罗日天交还给无华雀 难不成凌然大长老觉得罗日天不值五百万灵石 凌然麻了 好大一顶帽子扣在了老夫头上 本打算动手的凌然想到路上偶遇 难保胜算 还是等到了圣地 上了灯仙台 再来找回场子吧 随后放下狠话 我们灯仙台上再会 剑宗 好自为之 这时三师兄有些犯了仇 看来灯仙台我们剑宗不好办了 因为无华雀有个叫灵多的长老 一百五十多年的半步合道 堪称练须守门园 二师姐则让他们安心 一个灵多而已不碍事 只要别逞强出不了什么差错 随后二师姐提醒苏北 别以为打败了罗日天就了不起了 万一被无华雀盯上下场有你好果子吃 要问把妹苏北当属第一 就连高冷的九十妹都被他轻而易举拿捏 很快大家便来到圣城乌戳帮 苏北嘱咐好两个宝贝徒弟后 便已去外面考察为由借口离开了 师尊一到圣城就出去 难道是去找湘好去了 萧若勤不理解为什么师尊要去外面偷星呢 人家不主动你就不能主动一下吗 人家又不会拒绝 而莫尼猜测那晚他离开后 师尊一定和九十叔发生了什么 两人这一次竟达成了统一战线 一起跟踪苏北 很快苏北便来到一处幽静的小院 吴兰的院子还真是诗情画意 而他俩猜得没错 我们的苏北就是来找九十妹谈情说爱的 并邀请九十妹一起出去逛街 而这一幕也都被两人叹在眼里 那叫一个嫉妒啊 苏北拿着剪刀的发簪询问首饰店老板娘 原来此乃凤凰刘金簪 成装成队 顾丹麦 成装成队 师妹却不认识此三 难道那晚另有隐情 随后苏北便给九十妹又挑选了几件不错的首饰 两人走出店铺发现街道众人纷纷议论 圣女又将骑士推出来了 据说吴华雀的灵多长老和道宗的同修长老都冲得骑士雀 就连大电音寺的高僧都动身了 苏北见状带着九十妹也一程前去看看热闹 此时骑士上方的阁楼内 圣帝圣女正在一旁喃喃道 这已经是第六次了 不知能否有人看过其实的奥妙 那名戴面具的女子开口了 连师尊都看不过 这帮凡夫俗子哪能这么轻易做到 圣女则认为天下英雄出我辈 老不齐就有一个剑走天锋的家伙 倒是你 身体还撑得住吗 这时女子缓缓摘下云色面具 原来她正是那日在虎口救下苏北的女子 多亏了上次的仙缘草 良意尚可压制 只是愈发凶物 圣女让她不行就先回圣地等待 多花些时日 早晚能找出一个治阳之脉 一个说不定能看破其实的男人 她是穿越重生的剑宗长老苏北 今日竟然在其实中看到了自己的前世过往 此刻苏北已经带着九师妹来到其实这边 女子告诉大家 此其实乃是圣女五百年前从道玄天取得 若是有能看破其实者 可获得圣地令牌一枚 圣女亲手指点一次 这时大殿因此的法将打算出手一试 只见她双手合十 口中不断念咒 不动针眼 茶茶住一株 现 只见她轻轻一指 一串巨大的佛珠就瞬间出现在骑士中间将其围了起来 众人本以为以大师练须巅峰的实力又误了佛门禅机 定能解开骑士的奥妙 可下一秒便被啪啪打脸 这时到宗童修书场 动用自己的天眼通上前一试 只见骑士上空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眼睛正在推逝其中 据说这天眼通可看破事件力章 师兄 这天眼通真有那么神奇吗 苏北有些不屑地回答道 悟天看个路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要看破 其实还得顺着特殊的灵气路径才行 这时骁若秦泽假装路过偶遇苏北 师尊 你怎么会和九世书在此 苏北看着这拙劣的演技询问道 不是让你们好好修炼吗 跑出来干什么 这时莫离从苏北身后出现阴阳起善无澜 不然若是不出来 怎么会知道师尊在和九世书在一起游山玩水呢 苏北刚打算解释 于红秀居然也突然出现在此呢 此刻的苏北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都可以凑一桌打麻将了 付出锁掉同修最终也以失败到终 没想到就连老夫的天眼通都无法堪破 其实苏北见状打算借机离开此地 再不走这修罗场怕是更猛烈了 就在苏北打算离开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将他拦下 苏长老 你当真不肯放我宗门的罗长老吗 而拦路之人正是无华雀灵多 苏北则是一脸平静地说道 苏某有缘在先 五百万灵石便放人 难道苏长老就没有受制于缘的时候 苏北自然听出了其中的威胁之一 就在此时二师姐出现挡在了苏北前面 灵多 欺负我师弟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冲我来 灵多则在旁嘲讽起苏北 苏长老不是很牛吗 为何躲在女人背后一言不发 灵某今日就给你见踪一个面子 要么上灯仙台一战 要么堪破这骑士解开其中奥妙 二师姐一脸不爽地对着灵多便是一阵臭骂 欺负我家师弟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和我上台打 苏北让他冷静 打算自己出手平息此事 凌长老 若是苏某堪破了骑士 逼指作罢恐怕是不够吧 灵多文言掏出一对灵剑当作彩头 苏北剑撞这才满意地来到骑士旁边 不过是一块石头 苏某还不放在眼里 在显微镜的帮助下 骑士的灵气走向被他叹得一清二楚 随后拔出腰间的倾平剑 并转周身灵气汇聚于倾平剑 今日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叫专业 就在此时他的神石似乎被传送到了另一个地方 这里难道是千年前的天下剑宗吗 而面前的骑士也化成了一道人影 为何感觉此人与自己十分相似呢 你是何人 剑宗破代可是你的手笔 黑话苏北并没回答 大黄金 春天 他是一剑堪破其实的剑宗长老苏北 不仅成功打脸无华雀的灵多 更是一清圣女方泽 就在灵多打算偷偷溜走时被苏北发现教主 灵多长老好像忘了些什么东西吧 灵多剑状也只好含泪交出之前约定的两柄零剑 灵走时放下狠话 上方的鸡男玉父有感叹 红尺掌握无我之境和显微之境 这苏北当真是个可造之才 圣女问他可曾认识这苏北 不悔牙下有过一面之缘 不过他见的是南鸡 圣女闻言既然如此那倒是不得不见了 就在苏北堪破其实打算离开之时 却被圣女邀请见面 很快苏北便来到斯南阁的房间内 不知圣女什么时候才来 会不会就是不悔牙下的那位仙子 嘴馋的苏北很快便注意到桌上的命剑 于是就边吃边等起来 突然感知身后好像有人正在死死地注视着自己 好你的苏北居然吃我的秘剑 两人见面相互寒暄过后 圣女也在这时介绍起身旁的南皇纪南玉 当苏北看到纪南玉时总感觉十分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得见圣女与南皇 苏某也算三生有幸 不过堪破其实的悬赏圣女是不是要兑现一下 圣女叫苏北放心 答应的奖励自然不会赖掉 令牌做好之后自然会交予一手 指点知识现在变改 苏北深知指点自己也没用 毕竟只有徒弟提升他才能享受最大利益 于是打算将这个机会让给他的两个徒弟 但圣女却有些为难 苏北见状于是上演苦情戏 不可以吗 苏某的徒儿更需要此番机缘 近南玉没想到苏北还是和不鬼崖下一样 将最好的留给徒弟 圣女询问起苏北从歧视之中可堪破了什么 苏北告诉他那歧视名为荒石 似乎是千年前万族之节的遗留 其中有本歧书名叫大荒金 随后苏北将从歧视中获得的大荒金拿了出来 苏长老堪破歧视 本尊自然不会食言 令牌做成识 发章会告诉你 届时带着徒弟前来变可 那就多谢圣女了 苏某曾在墨城附近遇见几个煞修 他们有夺人体制的手段 还望圣地多加注意 随后苏北送上一盒蜜剑撩表寸心 然后告辞离开 圣女神情忧愁 已经过去千年之久 难道天下又要乱了吗 出来后苏北便看见在外等待多时的九师妹 苏北打王上前 师妹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走呢 师兄 说好的陪人家逛江南吗